当少年在游戏里睡够一万个小时 同时获得睡眠与死亡之神的认可 并成功转职成神级职业 塔纳托斯的后裔 到底会成为怎样的逆天存在 梦中杀人 抢夺传说道具 在游戏世界睡睡觉就可以跃入百万 这是一款名为idea的虚拟游戏 仅仅发售一年就风离全球 可谓是改变世界的作品 此时游戏里的哈美比斯山脉中心 伯夫排名第31位的大神 火龙骑士阿格尼 正全副武装的走在两边 都是滚烫岩浆的火山之中 而他来这个目的是为了寻找 沉眠在秘密地下城的火龙 取得传说级道具 火龙的心脏 正当阿格尼幻想着自己拥有火龙之心 并跻身排行榜前十的时候 突然一个正躺在火山里 呼呼大睡的玩家挡住了他的群 阿格尼惊呆了 连他自己都是穿了一整套耐火装备 才勉强在这里撑住 眼前这家伙竟然直接四肢贴地睡的贼香 甚至还打起了呼噜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远处观察了一会儿后 惊人地发现这人的所有装备 全都是传说级的道具 不由得阴险一笑 反正这人现在毫无防备 不如趁此机会将他的道具全部夺走 然而阿格尼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如此厉害的人应该在这游戏里很有名才对 可这国服前100名以内的顶尖玩家里却没有他 难道他是非官方排名的玩家 想到这 阿格尼觉得自己不能掉以轻心 他直接释放大招召唤出火焰巨龙朝目标攻去 没想到这个睡得正香的玩家 仅仅一个翻身就躲过了火龙的攻击 而且还在被攻击后激发了梦尤的技能 闭着眼就瞬间闪现到了阿格尼的面前 再一眨眼的公主 这人竟然消失了 阿格尼惊恐万分只好盲目挥砍着 但他凭借顶尖玩家的敏锐直觉感受到 下一击绝对是他承受不了的攻击 便立刻召唤龙铃盾牌以防万一 这已经是他道具中最强的盾牌了 却没想到对方竟在梦游状态中 再次爆发了一波他绝对无法躲开 也无法辅导的猛烈进攻 这攻击直接透过盾牌打在了他的右肩 瞬间阿格尼吐血不止 还没搞明白这家伙到底是谁 对方就一箭入喉让阿格尼领了盒饭 随着用户死亡 阿格尼被强制退出游戏 还受到了在现实世界里24小时 无法登陆游戏的惩罚 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身为伯服第31名的他 竟然输给了非官方排名的玩家 而将他打败后 这家伙竟又盖起被子打起了呼噜 直到几个小时后 这个名为李贤城的玩家才终于睡醒 他一撇地上竟掉落着无数珍宝 他暗自窃息 看来是梦游技能发动了 李贤城立马捡起了阿格尼掉落的 英雄及武器火焰剑 准备去卖了 换点钱来改善生活 而此时系统显示 李贤城的职业等级 根本不是什么传说还是史诗 而是只有一个字 神 然而游戏里如此逆天的李贤城 不久前却是个卑微打工人 经常因为左脚先进公司 而被上司无故刁难 尽管已经在这个公司待了五年了 却还是每天只能坐着 替大家刨腿买咖啡的打杂工作 可面对这么多的刁难 贤城也只能默默忍受 因为一旦被开除 只有小学学历的 她是很难有机会 再进这种大企业工作 而且妹妹贤雅的看护费用和治疗费用 对她来说也是一份很大的压力 每天贤城都想辞职 不想再回到那个乌烟瘴气的公司 可是贤还得挣 只有下班回到家 看到相依为命的妹妹 才是她整天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可正处妙龄的妹妹 却没法像同龄女孩子那样嬉笑打扮 因为六年前的一场车祸 坐在前座的父母当场死亡 幸好贤雅活了下来 不过她认为这一切 都是因为自己缠着父母出去吃饭才造成的 尽管贤雅的神经没有任何异常 她却无法使唤自己的双脚 自从那件事后 贤雅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崩溃中 而现在 一切都慢慢变得好起来了 这款游戏 她能将人们带到另一个美妙的世界中 仅仅发售了一年多的时间 IDA就已经成了拥有玩家最多的游戏 有了游戏里五湖四海的玩家陪伴 妹妹的性格也逐渐变得开朗起来 而贤雅也找到了这款游戏的妙子 那就是用来睡觉 因为现实和游戏里的时间流速不同 现实的一个小时等于游戏中的五个小时 所以贤雅就是利用这一点卡起了吧 平时只能在现实里睡四五个小时的她 在游戏里却能睡二十多个小时 一想到这 贤雅就很崇拜这个游戏的作者 要不是她 说不定自己早就劳累致死了 再加上现在这个游戏的知名度 导致里面的道具收益都可以卖钱 有不少人都因此致富成了百万富翁 不过这些贤雅却不敢想 因为妹妹她不敢放弃现实的工作 专门投入到游戏当中去 所以只能拿来睡觉 每次贤雅进入游戏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没人的新手村里找套大跌 然后舒舒服服地躺在游戏中的床上开始睡觉 就当贤雅成睡得正香的时候 一阵系统通知响起 游戏中的睡眠时间已经超过一万小时 转职为神级职业 获得神级技能 追加DP商店 获得称号 在游戏里一觉醒来的贤雅看着众座坛窗 猛地定睛一看 自己竟然转职为神级职业 塔纳托斯的后裔 还获得了我可是神的限量版游戏称号 贤雅成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给吓到 一时间有点无法接受 只好决定先登出游戏去网上搜索一番 得知竟然有和他一样的神级职业玩家 已经靠这个游戏赚到好几个月 贤雅成不由地做起了自己也即将财务自由的美梦 反正他想辞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那个坡公司他是早就不想带了 现在他的存款也足够支撑他和妹妹两个月时间了 于是贤雅便立刻决定辞去工作 专心来靠游戏发家致富 有了新目标的贤雅成马上赶回公司 向秃顶上司递上了辞职书 可上司当着其他职员们的面 还假惺惺的想要挽留贤城好继续刁难他 却没想到现在的贤城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贤城了 他直接一拳打在了上司的桌子上 咬牙切齿地感谢着秃头这么久以来对他的照顾 不过之后他们恐怕是永远都不会再见了 上司显然是被贤城强大的气场给吓了 愣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一次贤城已经下定决心 他一定要把自己曾经失去的一切都拿回来 现在他已经获得了靠游戏赚钱的机会 便立刻来到专业电竞馆 准备进入游戏去琢磨一下自己昨天获得的那些技能 这不堪不知道 一看下一跳 塔纳托斯是死亡与睡眠之神 被称为最强之神 任何神都无法阻挡他 打开技能列表 五个技能映入眼帘 玩家在睡眠状态下每一小时就能提升一点能力 简而言之就是只要睡觉能力值就会提升 但每24小时会随机强制进行睡眠 而接下来的第二个技能同样一天 不仅可以获得与睡眠时间相同的DP 还能在打败怪物或者NPC时也能获得相应的DP 而这些DP点都可以去专属商店里购买任意技能或道具 闲程打开商店一看 这简直太爽了 连传说级道具竟然都能在这里购买 第三个技能名为塔纳托斯的梦游 玩家在睡眠状态下受到他人攻击时 就会自动进行反击 只要有了这个技能 他就能无惧任何人的攻击 只管无忧无虑地睡觉 第四个技能塔纳托斯的噩梦 一旦发动此技能 所有武器的攻击力将立刻提升200% 还有10%的几率让对方陷入噩梦等异常状态 闲程看完这个技能都直呼这简直是开挂 最后一个技能可以通过消耗DP点让对方睡着一分钟 在此期间 闲程的伤害将增至两倍 有了这个技能 那还不直接秒天秒地秒空气吗 当进游戏就获得了五个逆天技能 闲程觉得自己简直未来可欺 正想着 系统突然发动了塔纳托斯的试睡症技能 强制让闲程进入了睡眠状态 就算是坐舱发生故障 角色也依旧会在游戏中直到强制登出 就这样睡了半天后 走出电竞管后他心想这个该死的技能 就跟得了是睡症一样 然而让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妹妹此时正在医院做着康复训练 医生告诉妹妹 他现在的状态走起路来虽然很勉强 但是心理因素对他的影响已经很小了 妹妹一边擦汗一边告诉医生这多亏了而定 让他变得开朗了起来 医生夸妹妹很棒 接下来只要多锻炼长长肌肉就好了 他叮嘱妹妹一定要好好跟哥哥道歉 还问妹妹打算什么时候将医药费和复健费 都是他自己出的事情告诉哥哥 妹妹无奈表示之前就和哥哥说过 不过他觉得自己在游戏里赚钱是在开玩笑 医生递点妹妹一杯水并且嘲笑起了他的哥哥 你哥平时都不看电视的吗 最近这款游戏赚钱可是出了名的 妹妹笑着告诉他自己的哥哥可是个工作狂 而且他不觉得生病的我靠这个能赚多少钱 等有机会了之后再告诉他 这让医生大吃一惊 对眼前的小女孩刮目相看 可是当妹妹回到家 看到神色凝重的哥哥 他以为哥哥知道了他跑去医院生起了 刚打算开口询问 就听剑贤诚说自己今天辞职了 妹妹听到他辞职的消息也没有多吃惊 因为他知道哥哥很累而且经常加班 可更让妹妹意想不到的是 哥哥竟然告诉他自己要靠ID赚钱 他刚要和妹妹解释虽然这个决定很突然 没想到妹妹听到后两眼放光 十分激动地问他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要辞职来ID挣钱吗 得到了他肯定的回答后 妹妹激动地表示哥哥终于想通了 现在用这款游戏赚钱的人有很多 每次半夜看到他加班回家 都想让他辞职来ID 但是害怕他觉得莫名其妙 就一直没敢说 而且更让闲城惊讶的是 他的妹妹竟然是国内排行前一千的玩家 官方排名331 可是在这里赚了不少钱 就连医药费都是自己出的 听到这些闲城带着怒一问 妹妹到底还有什么瞒着他 妹妹赶忙解释自己 一直在游戏里赚钱补贴加油 那可是哥哥辛苦赚来的钱 哥哥甚至都没有为自己花过钱 我赚钱的事跟你说过 只是你自己没有当回事而已 闲城听到自己的妹妹这样说 心里暖洋洋的 在生病期间还经常担心他 妹妹果然长大了 他欣慰地告诉妹妹可是白担心了 既然决定了在游戏赚钱 以后可能会经常问一些问题的 妹妹想直接帮他度过新手期 不过被他拒绝了 因为他以前可是收到过很多当电竞选手的邀运 他还对着妹妹吹起了牛 表示自己要在三个月内进入前一千米 妹妹显然觉得不可能 还问他的职业是什么 而他站起身表示自己不会把职业 告诉偷偷赚医药费的坏妹妹 如果三个月后他没有进入 博服前一千的话再告诉他 妹妹嘲讽他哪里有这么简单 不出一个月就会求着他帮忙了 很快到了晚上 他进入了电竞舱 经过红魔扫描后进入了游戏世界 他所在的位置正是新手村 他刚上线就获得了系统奖励 因是睡正技能睡了58个小时 能力值已提升 看到这里我不禁开心了起来 光是睡个觉就可以提升能力值 这简直就是躺赢 他来到了新手教学的大门 想起了父亲曾经跟他说过的 不管做什么迈出的第一步 都要认真对待 他将手放在了新手教学的门上 系统提示传来 你要进入新手教学吗 没错 我要进入 说完他消失在了原地 一瞬间出现在了一处神秘空间 并且开始了新手教学 选择武器后攻击破坏稻草人 他看着琳琅满目的武器列表 选择他最熟悉的常见 因为他在现实是见到二段的实力 而且玩其他游戏的时候 他也是用剑 当他选好武器后 新手教学中的稻草人 很快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于是他挥剑一击就将稻草人砍断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击败稻草人后 不仅获得了任务奖励和称号怪物新人 甚至还破了新手教学的记录 这看着他一脸猛逼 一个简单的新手教学 为什么能弹出四个通知 而且他转职事后得到的 职业边缘人的称号 可以匿名登记所有排名绰号 新获得的称号怪物新人 还带10%的经验加长 他看着可以匿名登记 不禁暗探好用 用飞榜上玩家的身份移密自己 等妹妹知道了我是个大神 一定会让他很惊讶 他仿佛看到了妹妹抱着他大腿 并看向他崇拜的目光 当少年同时获得 睡眠与死亡之神的认可 又觉醒了四个神级技能 冲刺排行榜前一千 月入一百万 难吗 就连他瘫痪在床 多年的妹妹都在里面 轻轻松松地赚了三千万 而且还是伯福前一千的存在 此时的他刚完成 新手试炼离开的新手村 被传送到了一个 叫做德哈村的村庄 强酸史莱姆 就是德哈村最有名的场合 拥有能像大炮一样 发射的强酸炮 绝对不是新手可以躲开的 因为德哈村 常年都没有外人感难 所以咸城一出现 就受到了众多村民的围观 瞬间热闹了起来 可当村民们看着 咸城等级只有一级时 又全都很嫌弃地散开了 真是害他们白期待一场 咸城整个人愣在原地 待所有人散去之后 咸城找到了村庄的守卫 向他们询问 这周围怪物出没的地方 守卫没好气地 让咸城一直往前走就是了 前面就是强酸史莱姆的领地 不过那强酸史莱姆的强酸炮 很难躲开 要是被打到连头发丝 都会被融化 咸城却毫不在乎 跟他们道别后 就飞速来到了树林屋 果然 在这里突然出现了 一只萌萌哒的强酸史莱姆 咸城还以为 这小可爱对他不会有什么威胁 却没想到史莱姆吐出的 一口强酸泡镜 直接把他身旁的树干给腐蚀掉 咸城立刻举起短剑 刺向了史莱姆 直击其要害 拿下手杀 没想到如此之简单 还不如直接去找欧克部落算了 可当他再去询问门卫时 门卫却以为咸城是不想活了 立刻一波心灵鸡汤送上 武力咸城就算狠菜 也要努力地活下去 说着还从身上掏钱给了咸城 把他当成了要饭了 由于门卫的这个举动 咸城竟获得了乞讨王的稀有称号 看着这称号 咸城也是无语了 不过当下还是去找欧克中了 于是跟随着地上巨大的脚印 咸城决定向森林更深处寻找 突然 身后两只欧克竟不请自来 在发现人类后瞬间变得面目争鸣 举起大锤就猛地砸向了咸城 咸城躲开后顺势拔剑 一个挥砍重击直取欧克头颅 紧接着衔接塔曼诺斯的噩梦 让欧克陷入了幻觉与痛苦当中 凭借着五秒的技能效果 刀光剑影间就重创了两只欧克 最后左脚一灯 空中一道刀光闪过 随着咸城落地 欧克领了盒饭 伴随着欧克的灰飞烟灭 咸城等级也随之提升 正当咸城感到升级太简单时 数十只欧克又前来白点 咸城俨然一副杀疯了的状态 这白给着惊艳之真相 另一边 守护着德哈村的门卫正在摸鱼 突然身后传来的一响 难道是传说中的红欧克 只见咸城缓缓走出 首位见状还不忘打去到 这么狼狈是不是落荒而逃 咸城也没反驳 直接将一麻袋欧克的皮革扔到地上 刚才还小瞧咸城的首位看到这一幕 纷纷傻眼 这可真是人不可冒想 没想到这个乞丐竟是个高手 便立马一改之前小瞧他的态度 主动告诉咸城前面有杂货店 可以卖掉这些道具 很快咸城来到了杂货店 拿出红欧克皮革 直接把老板面前的柜台都给堆满了 嘴里还凡尔赛地说着 大约杀死了50只红欧克 结果得到的就是这些没用的皮革 老板差点惊掉下巴 这些皮革都是精品 立马拿出一整袋金币送到了咸城手上 看着面前不灵不灵的一堆金币 咸城傻眼了 这些金币足足可以去兑换15000元 也就是说现实中还不到半小时的时间 他就赚到了他一年的薪水 咸城原本想专注提升等级 但没想到这些在他看来这么没用的道具也能赚钱 想到这 咸城立刻一溜压地跑了出去 准备去找更多的红欧克来杀 有了财富的奖励 咸城杀红欧克杀得更起劲 没一会儿就将这里的红欧克杀了个别 不过他已经不满足目前的等级提升速度 准备直接去找一些强点的怪物来杀 可在去之前 咸城觉得自己必须有一个攻击技能采取 于是他开始分配自己的剩余能力值 现在力气和爆发力都够了 想要使用技能的话 就需要MP蓝条 于是他将剩下的能力值全都分配了一波后 便召唤出了DP商店 他现在有很多的点数可以兑换道具和技能 先抽了个普通道具 结果抽出个铁制短剑 这个虽然没什么用 不过切个西瓜还是可以的 接着他开始抽稀有道具 竟抽出了稀有的红装写实戒指 附带技能杀死有血液的怪物 时有10%的几率恢复最大体力的10% 这次抽出的装备不错 于是他满怀信心的去抽独特装备 结果竟然抽出了小飞棍 这东西不适合他使用 英雄级道具可拜托一定是好东西啊 结果抽到的爱伊拉斯的失败品 光听名字就知道很烂 终于到了最令人期待的传说级道具 结果出来后贤城彻底傻眼 竟是一个连任何简介都没有的蛋 贤城一阵郁闷 算了算了 就当花钱消灾了 正生气呢 偏偏有只红欧客来打扰 气得贤城直接一拳送他上西天 现在道具抽完了 终于轮到抽技能 跟道具不一样 技能他不管抽到什么都能用 于是贤城又满怀期待的抽了起来 结果第一个技能是狂奔 好家伙 贤城强忍不哭 第二个技能 魔弹射击 这个技能还好 总算有主动攻击技能了 接下来是独特技能 获得了狂战士之歌 能无视所有伤害 10秒钟提升逃跑速度50% 贤城已经倒霉习惯了 英雄级技能总会好点了 赛莲的诱惑 能利用歌声诱惑附近所有男性玩家 贤城气急败坏 这玩意除了能拉仇恨还有什么用啊 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传说技能身上 好在终于时来运转 获得了死神锁链技能 能控制住30公尺的所有敌人 并造成500%的伤害 是一个极强的群体控制技能 与此同时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用户管理组 通过监视器看在眼 组长万万没想到开发组 为什么要弄出这个职业 只能把他加进特别管理对象 而且还是最高级 然而更坏的消息传来 贤城竟然开启了全服 只有他一人专属的DP商店 策划大惊失色 立刻跑到监视器前 观察着玄胜的一举一动 本来策划还以为没事 毕竟大多数人 即使拥有神级职业 操作技术不好的话 也只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然而这个叫做贤城的玩家 竟然欧气和技术双双在线 看着他那套行云流水的箭术 怎么也是全服前0.1的水平 只是有一点很奇怪 这种人才怎么会才开始玩ID呢 组长眉头紧索 所以现在组长能做的 只有祈祷贤城别抽到什么好东西 果然 看着贤城抽到一根破树之子 策划都高兴死了 可再看见贤城抽到了 爱伊拉斯的失败品后 组长简直要气逢 这玩意可是之后的任务中 最重要的核心碎片 竟然这么容易就被贤城给抽到了 至于传说级的神秘蛋 却是连开发组都记不得 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反正也不能马上用到 应该是件好事吧 可到了抽技能环节 看着贤城前几个抽到的都是狂奔 射击和唱歌技能后 组长这才放下心来 可没想到最后一个 竟让贤城那小子抽到了死神锁面 这可是群体技能中最厉害的一个 这把组长都给搞吐了 随即便死气沉沉地向外走去 准备去向上面的报告情况 与此同时 贤城却很开心 现在的他终于不用忍受 秃头上死的施压了 还能靠游戏三小时就赚了十万块 而且现在他才五级 想到这 那331级的妹妹岂不是能赚更多钱 为了能挣更多的钱 贤城下定决心要在三个月内升到300级 那么最快的升级办法就是直接去沙坝 于是贤城一路狂奔 来到了红欧客的部落 一阵左顾右盼后 他终于找到了一只精英怪 红欧客无师 可他面对的杂鱼实在太多 只好先释放了一波赛莲的诱文 先远程消耗一声 却没想到随着赛莲的歌声响起 众多红欧客们兜色咪咪的招贤城狂奔而来 贤城不慌不忙 直接开大使出了拥有范围伤害的死神损变 瞬间只听到红欧客们惨叫声磁吸鼻呼 而贤城也在一片血流成河中完成了杀戮 等级也连升七级 获得了武士DP 一份隐藏地图以及诸多称号 贤城看到这场面都忍不住感慨一段 自己真的是好厉害 面前这些掉落的道具简直都要解不完 第二天贤城再次来到欧客部落 可怪物今天并没有刷新 想到在这获得的那个隐藏副本地图 或许要完成这个任务才能重置刷新 根据地图的指引 贤城来到一处密道口 贤城明白这下面肯定是比普通怪物更强 甚至还会使用技能的精英怪 不过为了能快速升级 贤城只好进去了 不一会儿 他来到了一处石门前 随着一声芝麻开门 两扇千斤重的石门缓缓打开 系统随之跳出通知 进入了隐藏的地下城欧客目的 由于你是第一位发现者 所以会获得双倍经验值 紧接着一个怨灵出现在贤城身前 怨灵没有肉体 如果不用技能的话 攻击就会减半 这也就意味着他很难用普通攻击 对其造成致命伤害 他除了作为必杀技的死神锁链技能 就只剩魔弹射击这个技能伤害了 不过幸好只有这一只怨灵 那就正好来测试下魔弹射击的威力吧 只见贤城先是一技帅气半月斩 然而伤害却只是从前的一半 眼看怨灵已然被激怒 贤城立刻释放魔弹射击 瞬间众多黑紫色弹药就砸向了怨灵 集中要害造成致命打击 贤城微微一笑 看来这魔弹射击的威力也不容小觑 可就在贤城得意之际 怨灵突然抓狂 一击中拳猛地朝他砸去 幸亏贤城躲得快 再一看 那地面上竟被垂出了一个深坑 很难想象刚才这一拳 要是落到贤城身上会发生什么 不过怨灵的这一攻击 也主动拉近了两人的作战距离 只见贤城反手一刀 正中怨灵的左膝 现在怨灵的技能和攻击招式 都已经被贤城给摸清了 接下来就是他的反击时刻了 贤城瞅准时机从天而降 直接一箭入喉 瞬间让怨灵烟消云散 与此同时 他也获得了大量经验值 而整个地下城中 这样的魔物大概有个50只左右 岂不是能连升5级 另一边 贤亚在去医院做康复训练的路上 看见了几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女学生 讨论着喜欢的爱动 贤亚不禁流露出一丝羡慕 如果没有发生意外的话 自己应该也会像他们一样吧 不过他也因ID认识了许多好朋友 并且加入了工会 工会的人在知道 他哥哥也辞职玩起了这款游戏后 便立马让贤亚他哥哥入会 与此同时 贤城已经把地下城的精英怪给清光了 现在就只剩这里的大小boss 只要打败他们 贤城的等级就能到达30级 随之他也会获得更多的职业技能 贤城只希望下次能来抽有用的技能了 顺着地下城再次深入 贤城里面的欧客巫师怨灵觉醒了 并且召唤出了战士怨灵 看着数不过来的怨灵一只只出现 贤城显然有点慌 而更让他无语的是 巫师boss还为众多战士怨灵上了半 看来又要有一场血战了 当被神选中的少年 辞去了月薪2500的宫典 来到强者如云的游戏剿梦风云 就连策划都想按改他的数据与抽奖几率 可这又怎么能挡得住他 挡得住塔纳托斯的后裔 此时的他正在和小boss厮杀着 boss不愧是boss 伸手比上一层的敏捷血 其实他完全可以用死神锁链一次性解决的 可他为了保险起见 准备将大招留给最后的终极boss 只见他同罗身法 就将几只小怪轻松斩杀 可被小怪保护的boss 时不时的会释放大火球来骚扰他的走位 那就擒贼先擒王 于是他将目光放在了boss的身上 先是一技帅气的光速武连斩 解决了boss身边的小怪 再紧接着解决了这群小怪的守卫 看到魔力不多的小boss他会心里想 之后立马跳起来朝着boss杀杀 再次落地的他 不过一击就将欧客无视打败 也成了他升级路上的垫脚石 看着爆了一地的金币和物品 竟然没有一件好用的 不过好在等级提升了 于是他将目光放在了有大boss的星红大门 他心想如果自己用死神锁链再加上死亡安息 应该能很快地解决战斗 于是他信心满满地打开了最终boss的大门 然而两只脚刚迈进去的他却收到了提示 确定要去欧客墓地的地下二层吗 他这才明白原来只有把二层的怪青了 才能前往爆发房间 然而让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他的一举一动游戏策划组都在盯着 游戏的领导层对他的逆天职业 和获得的欧皇技能与物品丝毫没有在意 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刚注册的菜鸟而已 更何况还落后了别人一年的时间 掀不起什么风浪 唯一在意闲城的是明启罗组长 因为塔纳托斯的后裔这个职业正是他设定的 这个神级职业跟其他的神级职业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而且这个职业的存在完全是为了游戏的故事线存在的 谁也没想到这个闲城竟然支付高昂的使用费 是有多无聊才在游戏世界睡了一万个小时 不过明启罗都没有说什么 他这个策划就不好继续纠缠了 毕竟他可是这个游戏的核心技术领导者 看着屏幕中的闲城马上就要打到最后的boss 而且在通关后等级应该能到33级 就算是其他的神级职业者升级再快 也要花费限时一周的时间才能升到30级 而他竟然在短短的一天就做到了 还有玩家在30级和60级的时候都会得到一个新技能 30到60级之间被其他玩家成为一道鸿钩 就连策划也好奇了起来 这个玩家到底会花多长时间通过呢 策划平处了一下心情 毕竟他抽到这些稀有的物品和技能是合法的 所以对游戏没有什么影响 想到这些他的心里才平衡了一些 可是下一秒他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便坏笑了起来 此时在游戏里的一个危险地方 就连排行榜前摆都不敢随意进入的场景 现在此处正展开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 一群人正在攻击一尊30米高的暴死 竟然是恐怖的深渊暴死独眼太太 而一名黄发女子竟然硬抗了他的权力一拳 随后一个一身铠甲的男子竟直接化作人体战车撞击过去 暴死吃痛大声喊了起来并且进入了暴谷状态 而一个身高只有一米五的萝莉法师竟然让所有人都退后 其余人都如同得到军令一般便急速闪身后退 这个萝莉法师在暴死面前显得格外渺小 但他没有一丝害怕 竟然直接拿起他的魔法杖吟唱出了咒语 刹奈间便山崩地裂 周围的飞石沙粒都在天上汇聚成一颗陨石 这正是魔法地暴天星 而随着萝莉法师吟唱咒语结束 一代大米扛几楼 这颗陨石直接砸在了深渊暴死独眼太太身上 魔法的威能将这里炸出了一个直径100米的深坑 产生的余波让退在后面的队友都险些站不住脚 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这么强的一击仅仅让这个暴死炫晕了5秒 于是黄发少女看到后赶忙上前准备营救 一个闪现就来到萝莉法师的身前 并在暴起她撤退的时候让大家火力全开发动攻击 在暴死炫晕状态结束的前一秒 所有的人都在此刻对着暴死 释放了自己的最强技能 终于在大家齐心合力的攻击下将独眼泰坦击杀 大家高兴地庆祝起了战斗胜利 还达成了惊人的成就 在独眼泰坦的死亡消散后 爆出的金币和珍稀道具竟堆成了小山那么高 黄发少女抱着萝莉法师表示大家都辛苦 盔甲男也露出了真容 竟然是一个油腻的中年大叔 他表示一点都不辛苦 辛苦的是工会长 在他怀中的萝莉法师此时也笑营营地表示大叔说的对 都是灵姐姐的功劳 周围的人也附和着说没错 除了大叔和灵姐姐谁能挡得住独眼泰坦的拳头 这时候人群里的爆炸头却说灵做得虽然很好 但是如果贤雅在的话会更快地击败独眼泰坦 为什么她没来 大家告诉她贤雅因为生病的原因去医院了所以才缺席 聊起了贤雅 大家想起了之前她说过想拉哥哥进入工会的事情 因为她的哥哥不是独特级 所以才问大家能不能破格进来 妹妹贤雅所在的工会叫英雄工会 包含她在内一共有七名成员 虽然工会人不多 但是所有人的实力加起来 面对其他工会是一点都不虚的 工会长和法师罗莉更是传说级的实力 大叔和贤雅是英雄级 其余人是独特级 工会只挑选精英中的精英 最低门槛就是独特级的条件 所以才没有大量的成员 贤雅哥哥入会的事情先搁置在意 会长表示自己的妹妹已经到达了独特级 并且会等妹妹到达一百级后再邀请进入工会 听到这个消息的众人都举双手表示赞访 随后几人便进入了最让人高兴的奖励分配环节 小山一般的金币和道具大家都得到了合理分配 在打过招呼后大家都去做起了自己的事情 而工会长林杰准备上自己的小号 去带一带自己的妹妹 在IDEO获取道具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因为在狩猎过程中 获得材料比得到完成品的概率要高很多 所以很多人都会见小号专门用来收集材料生产完成品 这时候在欧克墓地第二层的闲城 也清完了这里的所有小关 这一扇红门的背后就是最后的BOSS 获得了不少DP点 他此时也将所有属性休息满了 正要推开BOSS房间的大门 系统的提示传来 那就是进入BOSS房间后 在彻底打败BOSS之前 玩家都不可以推出游戏和使用传送权 您确定要进入疯狂的卡拉克之房吗 没错 我确定 推门而入后一个巨大的尸身人映入他的眼里 这里比终极BOSS的房间都要大了整整十位 看着眼前睡着的怪物 竟然不是食人魔而是奥克 不过这又何妨终究要化成他的经验值 于是他抽出了别在腰间的剑准备开展 然而BOSS却在这时候听到了他的声音 紧接着睁开了他凶狠暴力的双眼死死盯着贤城 随后就仰天咆哮了起来 仅仅听到叫声就让贤城胆战心惊 无愧是终极BOSS 贤城实践冲上前 准备开始和BOSS的决战 然而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他竟然双眼模糊地困一起来 这让他大吃一惊并祈祷 千万不要在关键时刻发动那个失睡症技能 看着眼前唾手可得的BOSS 可是他已经被困一席卷 塔纳托斯的赤睡症技能发动 强制将他进入了睡眠状态 当死神后一遇上通天大圣牛魔王 到底谁能活着离开 而贤城在拔剑准备与牛魔王决一死战时候 竟然触发了被动技能塔纳托斯的噩梦并陷入了沉睡 却没想到盯着这一幕的策划组竟然欢呼雀跃了起来 不过工作人员表示即使梦游技能可以自动攻击 那么通天大圣也没有那么容易通关 而策划组长之所以高兴不是因为贤城打不过通天大圣 因为他知道 如果贤城同时使用死亡安息和死神锁链的话 打败暴死不费吹灰之力 果然在20分钟后 梦游状态的贤城击败了牛魔王 而贤城却在抱了满地的金币和道具面前打起了呼噜 策划组全员都在看着他睡觉 策划组长这才开心地告诉大家真相 那就是梦游阵技能只能用来战斗 当战斗结束后他会再次进入沉睡状态 而暴死身上掉落的东西是有时间限制的 他睡着通关后的他来不及捡道具过几分钟就会被传送出去 此时出了电竞仓的闲城一阵无语 这是什么狗逼技能 不过随后便平复了心情 虽然掉落的东西都没拿到 等级能够提升也就不错了 就在此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他的死党在换约他出去吃饭 他们是从初中一直玩到大的好朋友 在交谈中得知现在再换是一名短视频播主 通过剪辑idea的游戏视频收获了不少粉丝 因为游戏和现实的时间差是1比5 所以不能实时直播 但是剪辑游戏里精彩集锦和花絮很受网友欢迎 在换政打算开一家这样的自媒体公司 刚起步的在换政缺人手便找到了辞去工作的贤城 贤城告诉在换自己打算在idea里面挣钱 在换听到贤城仅仅一天就到了30级 并且还是神等级职业的时候 一口闷了饮料来压制心中的惊讶 随后便站起身邀请贤城一起录视频 他让贤城不要小看这个 因为录一个视频只要够精彩差不多能赚10万块 而且他合作的主播收入在终上的一个月短视频的收入 保守估计就有60万 听到这个数字贤城脸上力码变的言随 随后便问在换合同在哪里 再在换一脸猛逼的神情下 他竟然掏出了一根圆珠笔要直接合在换签约 这个得到死神认可的少年有多牛逼 只不过振臂一回 万千条死神锁链就因面而出降怪物吸卷 就连躺下睡睡觉都能取敌降手机 如果这些做成视频发在网上被大家看到 会引发多大的轰动呢 贤城此时已经和再换约定好一起合作 录制视频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在登录游戏的时候喊一声录制视频 系统就会开始自动录制 等退出游戏了把视频给再换就可以 贤城大方的让再换来管理账号 然后获得的收益五五平分 贤城十分信任再换 因为就是在换在妹妹生病的时候 将自己攒的学费拿出来给他救济 贤雅才能去医院接受治疗 他的决定不容再换拒绝 同样在换此时的心里也在想着当初上学的时候 他因为长得又胖又丑 所以每天都会受到同学的欺负和排挤 而贤城是唯一愿意真心和他交朋友的人 如果不是贤城如同阳光般的出现在他的世界 不知他这学生时代会充斥着怎样的阴霾 此时的他看着邀请他换个地方继续喝的贤城 按下决心 怎么可能平分 只拿一成就够了 不对 我一分钱都不要都会全部给你的 等贤城回到家后就改弄起了他的电竞仓 找了半小时才找到上面的UFB接口 把U盘放上去后 顿时蔡丹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按照再换交他的点击了复制视频 随后他最近的一系列的战斗视频都显现了出来 他选择了最后一次跟平天大圣牛魔王的战斗视频当素材 还意外地发现了视频竟然还有美颜这个功能 操作一番后便给再换发送了过去 再换收到后便打开电脑看了起来 可是当他看到一脸黑的贤城后 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过贤城和精英怪战斗的操作有点让他难以置信 他的动作和技巧行云流水 根本不需要剪辑和特殊处理 他迫不及待地寻找起贤城和暴死的战斗 可是当他看到这一幕时候更惊呆了 贤城怎么打一半开始睡了起来 但是再次站起来的贤城整个人的气场都变得不一样 进攻风格也与之前不同 一招一式地打斗场面干脆利落 随便定格一下都是美如画卷的名场面 紧着着让再换的嘴巴张得更大 那就是贤城对暴死的最后一击 隔着屏幕都让再换毛骨悚然的冷汗之流 只见贤城小手微微一抬 成千上万条锁链瞬间席卷在了暴死的全身 被控制的怪物也被贤城一箭击杀 随着贤城的潇洒落地 暴死也流着泪水领了喝饭 再换看着这一幕忍不住说了一句 这也太牛逼了 这个男人每天在游戏玩一小时就可以轻松跃入百万 这是一款程序员都特别喜欢玩的游戏 在换看到贤城给他发的游戏战斗视频后震惊不已 便立马给贤城发送消息 你这视频也太牛了 这是人类可以打出的操作吗 你打暴死时候用的技能是什么 睡醒的贤城看到这消息不明白为啥再换反应这么难 打电话给再换的时候从他口中得知 他的视频太棒了 就连国服第一也无法录出这样的视频 得到贤城的允许后 再换表示自己会让手下的员工加班加点把视频剪辑出来 挂了电话之后的再换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便立马往公司大群把这消息发了出去 都看视频了吧 视频的主角是我好哥们 以后他的视频都有我们承包了 群里的人收到后顿时觉得公司未来可期 甚至能跻身龙头起研 这种视频太精彩了 而且我们公司还是独家授权 看到员工的反应 再换也决定要精进一下自己的剪辑水平 这样才能对得起这么好的素材 而此时的贤城正在和妹妹贤雅吃早饭 妹妹很好奇他的职业到底是什么等级 贤城不做神秘地告诉妹妹暂时保密 但是肯定是唯一等级之上 要不然根本不会辞职的 贤雅听到之后心里想的哥哥至少也是独特级 这样的话就符合加入工会的条件 如果哥哥不想加入的话他也不会强求 他工会长的妹妹昨天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从52级到了60级 虽然有林姐姐的帮助 但对于唯一等级的玩家来说 这个升级速度也是非常快 贤雅也打算带哥哥一马 便问起了哥哥现在的游戏等级 当贤雅从哥哥口中得知现在他已经到了30级 这让贤雅觉得哥哥在骗他 只用一天就到了30级 从没听说过有谁能做到 而且哥哥还是在一级的时候偶然转折了 这让贤雅怀疑哥哥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升级速度竟然这么快 吃过饭后贤雅成立马进入了ID 看着离线时候收到的一堆系统楼件 这让贤雅成头都大了 为什么没有个一键领取和一键已毒的功能了 于是他决定先确认打败boss之后捡到的道具 正当他满脸期待获得逆天道具和不菲金币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物品蓝半天没有动静 难道是因为隐藏地下城捡到的 所以被隐藏了吗 于是他带着疑问翻起了后面的系统消息 因是睡正技能明已睡了40个小时 各方面能力值都获得了提升 当贤雅成看到下面的消息后顿时惊呆了 那就是他在睡眠状态中击败boss后的提示 请尽快回收道具 地下城已初始化 您将会被传送到附近的村庄 看到这些消息的贤雅成顿时泄了气 因为他刚登陆游戏的时候也确实在村庄 所以那些道具都消失了吗 这个少年到底有多逆天 在游戏里仅仅靠睡觉就能轻松登顶伯父前三 他今天睡醒后打开了状态栏 看了看现在的属性后 贤雅成发现只要再提升一点属性 就可以使用阿伊拉斯的失败之作 而且还获得了一个新技能 塔纳托斯的梦幻曲 施展成功后会给敌人造成300%的伤害 而且还不耗蓝 贤雅成看着新获得的攻击技能十分开心 感叹不愧是神等级的技能 没有消耗 过了冷却就能用 可下一秒想到自己错过了隐藏boss的奖励 里面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技能术 便立马又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他如同杀神一般来到了奥克部落 奥克们都被他的气势吓到了 这个人类嘴里大喊着 让他们把隐藏地下城地图快点交出来 搞定了这附近的所有小怪后却发现 原本的隐藏入口却消失不见了 看到这一幕的贤雅成失了指 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回到村里后 村民看到他这样子都觉得他脑子不正常 侍卫们看到他的风魔之举后 也决定不再让他还钱 不过贤雅成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 毕竟能活着就不错 万一在打boss的时候挂了 不仅会降级 而且还会限制24小时内不能登陆游戏 随后便调整起了自己的能力值 攒了这么久 差不多可以打开阿依拉斯的失败之作 于是贤雅成按照指示将他装到了剑上 一瞬间竟和他原来的长剑融为一体 看着被符文席卷加强过的剑 贤雅成暗叹好厉害 自己的攻击又强了 这个东西的效果可以让武器的攻击力提升两倍 收起剑的贤雅成打开了副本剑面 寻找起了新的狩猎场 70到80级的狩猎场里面 乐鹤这个场景的难度刚好在德哈村之上 那就去这里吧 贤雅成使用了传送券 立马就被传送到了乐鹤村庄的中央广场 这里的玩家明显比德哈村多很多 有人喊着各种球购和出售道具物品的信息 还有常年在这里摆摊卖无色水晶的骗子 还有人在这里喊着球队有阻碍 贤雅成没想和这些陌生人攀谈 便立马孤身一人前往了莱卡的洞穴 可是在进入场景的时候 系统却提示他无法进入 因为他的团队不足三人 于是他返回了中央广场 驻足观望了一会儿 紧接着和刚才吆喝的那些人一样 大喊着 寻找队友组队去莱卡的洞穴 一等二 这个少年被妹子当作高等级大神邀请组队升级 可加入之后竟然显示他的等级只有35级 会不会把他踢出去呢 就在刚才 贤雅成大喊着寻找队友一起去刷莱卡的洞穴 正好他妹妹咸牙所在的工会展开小号在这里录过 他要带自己的妹妹去莱卡洞穴 队伍里还差一个人 正在为此发愁的时候 发现了在中央广场呐喊的贤城 不过他看贤城的样子 应该是一个新手 竟然去这种高难度的副本 莫非是某个高级玩家的小号 于是便决定邀请贤城一同前往 正好凑成三人小队 双方先是自我介绍一番 林问贤城准备狩猎到什么时候 他和妹妹一直在寻找固定队友 如果打算长期狩猎的话 可以让贤城加入他们 因为乐鹤村庄100级左右的地下城 都是需要三个人组队才可以进入 林观察着贤城 觉得他的等级应该在70到80级左右 不是高等级玩家的小号 不过他和妹妹的等级 可是比贤城要低的 还怕贤城嫌弃他们 贤城表示自己的等级也很低 不过没关系 他们决定一起组队边打坏边升级 林的妹妹瑞恩的职业 是以速度见长的双剑见识 怕贤城跟不上他们的狩猎速度 林决定要在此处地下城 改一改瑞恩急躁的毛病 等给妹妹发过消息 他们相约一起出发 贤城打算在出发之前去买一把新剑 得到同意后一溜烟地跑出去 看着贤城快速离去的背影 这个速度怎么比80级的玩家还要快 心里盘算着贤城说不定 也是以速度见长的剑士 这样一来他们的狩猎速度就不会太久 等贤城再次归来 林看着贤城腰间的剑 没有丝毫的变化 难道是没有找到心仪的剑吗 可他不知道的是 贤城买了一把不错的剑 因为附加了阿依拉斯的失败之作 所以外观上没有任何改变 可以让武器攻击力增加两倍 至少能拿下120级的怪物 随后林带着贤城来到了咖啡厅 找到了在这里等候多时的妹妹 是一个一身容装英气逼人的黄发少女 贤城看着她感觉年纪好小 甚至比妹妹贤雅都要小很多 不过他们两姐妹级数不高 却要去莱坎的洞穴 可见实力很强 这个叫林的姐姐 对着附近都十分的熟悉 现在上的应该是她的小号 经过简单的介绍交谈后 瑞恩表示她和姐姐级数低 希望贤城不要介意 但是在实力方面 他们两个是不会拖后腿 贤城看着说话语气高冷的瑞恩 告诉她自己的等级也很异 她眼前的两姐妹 高冷的妹妹为了升级不断进去 而姐姐性格和她正好相反 这让她想到了自己和妹妹贤雅 他们的性格也是截然不同 现在她已经想到了过不了多久 也可以和贤雅像他们姐妹那样一起受恋 这时候 林告诉贤城先邀请她入队 稍作调整就出发 得到贤城的同意后 便发送了邀约 此时贤城收到了提示 莉娜玩家邀请你加入团队 您同意吗 是的 我同意 可当贤城加入队伍后 两姐妹不约而同看的目瞪口呆 贤城很纳闷 便抬头也看了上去 没想到自己加入队伍的时候 会显示自己的技术 这让两姐妹一阵无语 这么低的等级 看来他们要替这个35级的菜鸟打歪了 可林心想这个人刚刚展现出的速度 不像是35级所拥有的速度 那么她的职业等级至少是英雄级 不过就算是英雄级 也不可能在35级就拥有80级的爆发力 难道眼前的男人的职业等级 是传说级吗 于是林下定决心一定要和眼前的贤城组队 此时的贤城内心很纠结 好不容易找到的队友 不会把他踢出去吧 那样只能再去找其他地下城吗 可没想到的是 林并没有将他踢出队伍 而是觉得他如此想去来砍的洞穴 那他的实力一定不会太差 与其浪费时间去找其他人 不如和贤城一起 那就立马出发吧 觉醒了神级职业的少年和姐妹花 一期组队升级 却因为等级低被妹子当作小菜鸡 不但让他先进地下城探幕 而且还要他吸引火力 他的姐姐听到他这话都感觉太适量了 毕竟在idea里只要队伍进入地下城 除非全军覆没 否则不允许丧母 所以有的玩家利用这一点 在队友陷入危机事故 一见死不救 最后独享死去队友的道具和经验值 面对姐姐的训斥 瑞恩一点也没觉得适量 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最合理的办法 然而让他们姐妹二人没想到的是 贤城竟然答应了瑞恩去吸引火力 还说组队狩猎如果不信任队友的实力 就无法合作 毕竟他的等级很低 所以理应先展示下自己的实力 聆听贤城都这么说了 如果此时再阻止他的话 那就相当于小瞧了他的实力 所以他没再说话 看着贤城一马当千进入了地下城 随着贤城的进入 游戏系统的提示传来 你已进入莱坎的洞穴 因很久没有玩家进入地下城 所以处于饥饿状态的怪兽们进入觉醒状态 他们的力量已上升20% 在游戏时间的5日内 获得的所有经验值会增加50% 看着出现的buff和加成 几人都很开心 贤城此时不慌不忙地打开了视频录制功能 选择了他设定的面具 一瞬间就覆盖到了贤城的脸上 很快 怪物的吼叫声传来 贤城立马进入了戒备状态 随后活动起了筋骨 决定先做个简单的热身运动 出现在他面前的怪物正是黑钢狼 是一种攻击力十分恐怖的累人怪兽 黑钢狼猛地朝贤城扑了过来 贤城也不慌不忙地持剑迎了上去 看到这一幕 这让林和瑞恩两姐妹有些震惊 贤城竟然都没有躲避 而是选择了正面硬钢 甚至连剑都没有拔出来了 瑞恩觉得贤城马上就会挂掉 更是觉得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不是太过分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 贤城在接近黑钢狼的一瞬间拔出了他的长剑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横展在了黑钢狼的身上 这让两姐妹惊呆了 贤城的攻击好利用 这种攻击是真实存在的吗 看着不远处的贤城打的黑钢狼毫无还手之力 沉浸在美如画的打斗场面的两姐妹不知道 颠覆他们认知的技能又展现在他们眼前 只见贤城施展了塔纳托斯的梦幻曲 一个紫色光球凝聚在黑钢狼头上 随着贤城的引导 直接进入了黑钢狼的脑袋里 一瞬间紫电席卷了怪物的全身 下一秒直接跪在了贤城面前 随着爆炸声响起 黑钢狼化做了惊艳指 而贤城此时的发型都没有乱 瑞恩和林两姐妹难以置信一个35级的男人 竟然如此恐怖如斯 从开始到结束一系列的动作干脆利落 就算亲眼看到都难以相信 而且就算使用了技能 也要依靠玩家的控制力才能成功击杀 瑞恩有些呆滞地问林 姐姐 这人是谁 正常玩家能做到他那样吗 林表示自己不知道 而且他此时也想着 如果是自己使用大号来对付这个怪兽 能控制得像他那样干脆利落吗 肯定很难做到 贤城的控制力已经不能用出色来形容了 简直堪称艺术 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把贤城拉进他的英雄公会 而此时结束战斗的贤城 也通过这次战斗了解到了 塔纳托斯的梦幻取有多大的威力 以及应该怎么做才能轻松击杀高等级怪兽 同时也给他们姐妹俩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贤城觉得这下应该不会嫌弃他了吧 随后贤城露出了一抹微笑对姐妹花说 小姐姐 现在可以和我组队了吧 让我们一起猎杀那些陷入黑暗中的怪物啊 这个被妹子当作菜鸡的游戏玩家 竟然一个人独自刷了地下城的全部怪物 这让姐妹花看的眼睛都直了 这难道就是猛男吗 而当瑞恩处理遗漏的一只黑钢狼的时候 贤城竟然盯着他出了神 因为双剑看起来真的是不错 不仅可以当作盾牌使用 还能在快速挥剑时给对方造成二倍的伤害 不仅实战性强 外形也很炫苦 这让贤城都想把自己的武器换成双剑了 可仔细思索一番后决定还是用他擅长的长剑 在两姐妹膜拜的目光下 贤城享受着组队打怪的乐趣 高兴地进入深处准备继续狩猎 林所创立的英雄工会 只有少数排名靠前的工会会长们才知道 有一个实力强悍的小工会 仅靠七名成员就拿下了一大片领地 在英雄工会的总部 工会传说级的魔法师珊妮 正在无聊地打着瞌睡 她的队友不是去做任务 就是在现实世界陪家人 林姐姐也开小号去带自己的妹妹升级 这让她想着要不要也去养一个小号 就在这时 房间的魔法光正亮了起来 珊妮很高兴 因为有人连接进来了 来人正是贤雅 开心地和她打着招呼 珊妮一把上前抱住了贤雅 随后问她是不是刚从医院回来 贤雅无奈表示自己哥哥前段时间辞职 现在整天宅在家里 害得她只能趁她玩游戏的时候去医院 所以忙得要死 两人很快弄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 珊妮问贤雅为什么她的哥哥突然从公司辞职 她告诉珊妮 她的哥哥之前十一级的时候 偶然遇到了一个好职业 所以就辞职了 这让珊妮很惊讶 因为她的哥哥可是在来私电子工作 可是龙头企业 待遇很好 那贤雅到底转职的是什么职业呢 贤雅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但能确定的是至少也是英雄级 要不然以她哥哥的性格 肯定不敢轻易从那种大公司辞职 这样用不了多久 自己的哥哥也能加入工会了 这让珊妮很好奇贤雅的实力 虽然这不再入会条件内 但毕竟工会的其他人都很出色 如果实力很差的话 到时候肯定要看其他成员的颜色 而且林姐姐的妹妹好像也很强 贤雅听到后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她的哥哥一级的时候 就转到了英雄等级以上的职业 而且不到一天就升到了三十级 珊妮听到后觉得 怎么可能升级这么快 会不会是贤城跟你开玩笑的呢 但是自己的哥哥贤雅是了解的 不会拿这种事情说话 那珊妮就可以确定能做到这一点 个人能力肯定出众 不然绝对做不到 甚至可能比他们的会长林姐姐都要强 贤雅觉得这就有点夸张了 于是珊妮决定跟正在开小号带妹妹的林发起语音 语音那头的林此时正和弦成一气大怪 吵闹的声音不断 此时根本无暇顾及珊妮 匆匆应付几句 等下再联系 便挂断了语音 男人转职成了罕见的神级职业 却被一起组队的姐妹花当成二愣子 可一起进入地下城后却发现 眼前被他们小看的男人 面对成群的怪物 竟然一个人就冲了上去 随手一个魔弹攻击 就放倒一片强大的怪物 用自己的长剑在他们中间腾挪厮杀 可怪物的数量太多了 解决完一批 又有一堆怪围了上来 只见贤城直接释放了塔纳托斯的梦幻曲 一瞬间就让怪物全部陷入了梦魇状态 随后长剑一挥 又是十一只黑灯狼被他送去领盒饭 化作了他的经验值 可这让他很不满 竟然没有升级 难道是神级职业需要的不是五位 而是十倍吗 此时赶来的姐妹花 根本跟不上贤城的猎杀速度 见到贤城后便呼吱呼吱地喘起了气 贤城看在眼里觉得自己可能太快了 没考虑到队友 便提议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姐妹花如是重负 可随后姐妹花心里不平衡了起来 一个是工会的会长 一个是四十级的玩家 竟然被贤城小瞧了 可他们实在是体力不值 也不顾贤城对他们的看法 躺在地上就休息了起来 毕竟等会儿就要去挑战精英怪兽 可贤城趁他们休息的时候 竟然修炼起了剑招 闪转腾挪 根本停不下来 姐妹花看在眼里 顿时觉得贤城因为这么努力 所以才会这么强 妹妹更是表示 如果要像他那样才可以变强 那么自己宁愿弃友 两姐妹翻身继续休息 决定不看贤城了 眼不见心不烦 可随后转面一想贤城这么做 会不会实在暗示他们 不能继续休息了 要抓紧时间出发 难道贤城生气了 林顿时伤心流泪 如果贤城真的生气了的话 那么想让他加入自己工会的计划 就泡汤了 此时的贤城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想法 还在自顾自的练习 因为这里是游戏世界 所以现实中无法做出的动作 都可以在这里实现 可在贤城进行一个高难度动作的时候 却收到了提示警告 因不合理的肢体动作 导致你的HP下降 也就是说这样做会给身体造成负担 正当贤城决定继续练习的时候 姐妹花起身告诉他 他们已经休息好了 现在可以继续出发 贤城嘴里说着没关系可以多休息一会 可姐妹花完全觉得贤城在心心作态 而且还不惜让自己掉血 也要暗示他们快点起来 两人决定等狩猎完成之后再好好休息 他们还在原地休息的话 贤城肯定还会接着挥剑修炼 傻乎乎的贤城根本不知道两姐妹心中所想 表示接下来自己会放慢速度 果不其然 接下来的路 两姐妹觉得贤城这个速度 他们两人完全是能跟上的 可下一秒让他们二人又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贤城竟然一边跑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剑 两姐妹顿时觉得贤城应该是嫌他们太慢 所以生气了 之前他们一起刷副本的时候 妹妹总是嫌弃姐姐速度太慢 决定一会儿好好跟姐姐到个前 姐姐也觉得和贤城相比 自己的妹妹还是很善良的 贤城依然不知晓后面两人的小九九 还在自顾自地修炼见招 像刚才那样挥剑 自己的速度会变得更快 男人觉醒了镇谷硕金的神级之夜 还带着搞笑姐妹花一起疯狂升级 可她的耐力让姐妹花有点顶不住 于是贤城为了让他们也有游戏体验 便决定自己负责解决精英怪兽 让姐妹花负责剩下的怪兽 虽然他们知道贤城是好意 可一直跟在贤城后面跑 也是很消耗体力的 但是转念一想 以后说不定还要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工会 绝不能让贤城小看了他们 姐姐拿出了扩刀 妹妹拿出了双剑 立马进入了战斗姿态 这一幕让精英怪黑钢狼首领大喊可笑 区区几名弱小的人类也赶来自己地盘撒影 随后立马从手上变化出力找攻向贤城 只见贤城身法腾膜 裸过了黑钢狼的致命攻击 并且趁黑钢狼攻击的间隙 刺中了黑钢狼的胳膊 吃痛的黑钢狼立马展开反击 贤城也在此时一个后跳跟他拉开距离 随后紧接着就凝聚起了魔弹攻击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黑钢狼的面门 这让黑钢狼陷入了暴怒状态 大喊着要杀了贤城 可贤城听到后直呼可笑 他本来就一直想杀掉自己的 被调侃的黑钢狼愤怒地再次朝着贤城攻击 贤城也在此时朝着黑钢狼制出一把兵器 不过很轻松地被黑钢狼的铁爪挡下 就当他觉得贤城也不过如此的时候 贤城竟然一箭穿过他的身体 还不等怪物反应 立马就衔接上了塔纳托斯的梦幻曲 电光火时间击杀了黑钢狼首领 化作了贤城的经验值 随着等级提升的提示传来 贤城只感觉很无聊 于是便决定去看看姐妹花的战斗风格 此时的瑞恩在与几只黑钢狼厮杀着 瞅着速度极快的瑞恩 贤城越看越是喜欢双剑 不过在精准度和敏捷度方面 还是林更胜一筹 贤城觉得两人的实力都挺不错 但是在观战林战斗的时候 总感觉他的动作有时会顿一下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总感觉不自然 如果可以改善这一点 控制力肯定能提升不少 这一切都是因为这是林的小号 能力之低 所以控制力有些力不从心 他注意到了观察他们的贤城 为了邀请贤城加入工会 自己必须要展现出真正的实力才行 可这小号实在是太辣了 随着一众小怪话做了他们三人的经验之 两姐妹此时也累得贪坐在地 两人觉得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了 毕竟他们不仅打败了精英怪 还打败了很多其他怪兽 再加上队伍里没有治疗师 长时间的战斗确实需要休整一番 可就在此时 贤城那晦气的声音再次传来 问他们是想休息吗 这让姐妹花同时感到了畏惧 见姐妹花没说话 贤城也体贴地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 可两姐妹此时想着 贤城不会又要开始练剑招了吧 通常别人都是劳逸结合 可贤城真的是太拼了 不过 无论是从积极还是消极层面来说 都不得不佩服贤城的实力 可让两姐妹没想到的是 贤城竟然直接对着他们坐了下来 还说自己也休息下 可就在此时 塔纳托斯的嗜睡症技能发动 将会强制进入睡眠状态 收到提示的贤城顿感大是不妙 看着眼前的两姐妹 贤城不甘地缓缓地闭上双眼 即使在挣扎也无法抵挡技能的发动 随后在组队中陷入了沉睡 在现实世界 出了电竞仓的贤城只感觉对不起两姐妹 自己只能到此为止了 也可能是自己太执着于经验之 所以才受到了惩罚 不过梦游症技能发动后 AI会替贤城继续受炼 至少不会给姐妹花造成麻烦 可日后应该很难再找队友了 贤城觉得还是自己一个人独自狩猎 更适合自己 可在游戏世界中的两姐妹 根本不知道此时的贤城已经退出了游戏 现在接管人物的是AI 看着好像睡着了的贤城 林觉得他刚才那么拼命狩猎 所以疲惫很正常 他感觉贤城有点人情味 可话音刚落 贤城搜得一下站起身 这下了姐妹花一大跳 疑惑的姐妹花看着贤城感觉不可思议 毕竟才刚刚休息了不到一分钟 此时的贤城在通关地下城之前 梦游症技能无法解除 姐妹花又吃惊地看着转身离去的贤城 又朝着远处的怪物奔去 两姐妹确认再三 确实她们只休息了一分钟 可没办法 她们二人也只能紧跟其后 男人觉醒了逆天的神级之夜 却有一个让他烦恼的寂寞 那就是随时可能发动的 塔纳托斯的嗜睡者 不分场合就会进入睡眠状态 可和他一起组队升级的姐妹花 对这些浑然不知 她们发现贤城打败一个个怪物后 竟然连掉落的道具都不捡 明明之前贤城每次都会捡起 难道是道具懒满了吗 于是她们决定暂时捡起来给贤城保管 毕竟这点小忙对她们来说是举手之劳 可就在她们捡道具的时候 竟然还发现了西游等级的道具 她们知道贤城还猎杀了精英怪兽 这让她们很疑惑 通常都是扔掉其他垃圾的道具 也要捡走西游道具的吧 姐妹俩准备等会再问贤城这些问题 现在重要的是先追上她的脚步 可她们二人已经持续完了十小时 长时间的游戏让她们疲惫不堪 甚至系统都发来了防沉迷的提醒 姐妹俩拖着疲惫的步伐继续往前走 可升级的声音还在她们身上不停地响起 她们知道现在等级还在不断地上升 是因为贤城还没有停止狩猎 她们从没见过这么拼的男人 可就在此时瑞恩发现了什么 大声地喊点 姐姐 快看那里 林也看向不远处 这一幕让她惊讶万分 贤城竟然一个人来到了暴死的房间大门 还准备直接推门二路 她们没想到居然只用了一天就到了暴死后 因为正常情况下需要花费现实时间的二到三天 姐妹俩正在为刷新了记录而窃喜的时候 却发现贤城根本没有理会她们二人 一个人伸手扶着房间的大门 林赶忙道歉说他们来晚了 让她等了这么久 见贤城没有回应 林觉得贤城可能是生气了 便告诉她已经帮她把丢下的道具捡起来了 话还没说完 系统通知传来 所有队员集合完毕 进入暴死房间后在彻底打败暴死之前 玩家不可以退出游戏或使用传送权 确定要进入失去灵魂的沃尔夫斯尔维斯之房吗 这个提示让姐妹俩惊慌失措 赶忙朝着贤城喊着等一下 因为他们打算休息一会儿 现在这个状态进去的话很可能会白给 可没想到的是 提示声再次传来 临时队长贤城已经打开暴死房的门 失去灵魂的沃尔夫斯尔维斯已苏醒 请注意 由于暴死长时间没有被打败 所以会更加强大 若打败了失去灵魂的沃尔夫斯塞尔维斯 经验值和掉落率会增加二倍 听到这个提示的林觉得增加二倍又咋样 他们会死掉的 可看着贤城提着剑缓缓走入了暴死的房间 姐妹俩望着她的背影猜测 难道贤城这是准备单挑暴死吗 刚才要是她不开门不就好了 贤城还在因为瑞恩之前说的话生气 而此时在现实世界的贤城毫不知情 通关地下城之后 AI将不再控制身体呼呼大睡 姐妹花如果看到她这个样子 估计以后是很难再见到她们 更何况这个地区本来就很难阻止 于是贤城决定趁退出游戏的时间找一找 能够单独狩猎的地方 就在此时再换给她打来了电话 告诉贤城自己通宵了两天给她做好了视频 而且还夸贤城的战斗风格很独特 一朝一世间沉稳 磊落 适合打造骑士风格的人设 不过这都是AI接管了身体后的战斗视频 在幻野时第一次听说AI可以帮人狩猎 于是在幻变决定给贤城剪辑的时候 给平时的她戴上黑色面具 AI替她玩的时候戴上白色面具 贤城打开了再换船给她的战斗视频 看到了战斗的一幕 也忍不住感叹 这真的是自己吗 男人觉醒了万人憧憬的神级职业 可却拥有一个随时随地睡大觉的技能 那就是塔纳托斯的嗜睡者 在游戏中的她会被强制进入睡眠状态 并且会由AI接管身体 然而和她一起组队的姐妹花根本不知道 他们眼前的成员是由AI接管的 便跟着她进入了暴死的房间 凶残强壮的首领调侃几个等级这么低的人类 到她的地盘是来升级的 还是来送外卖的 话音刚落 狼人首领瞬间朝着他们三人扑了上去 她的速度让林和瑞恩瞬间绝望了 因为他们现在疲累的身体状况 根本对付不了强大的狼人首领 难道就要这么在这里支持了吗 随着哐当一声巨响 姐妹俩以为贤城领了盒饭 可没想到贤城竟然拿剑挡下了狼人的攻击 此刻姐妹花看着她的背影 感觉贤城宛如一尊战神 可下一秒贤城就被狼人的蛮力击飞了出去 并且狠狠地撞在了30米后的墙上 见贤城遭受攻击 姐妹俩立马拿出武器进入战斗姿态 两人决定哪怕是死 也要为贤城做点什么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突然从他们身后飞出数颗魔弹镜直戏向狼人手里 等打在狼人的身上后 让Boss勃然大怒 竟然用如此低级的招数攻击她 难道把她当二哈了吗 她决定先把贤城干掉 随后立马掠过姐妹花巢的贤城哭去 就在快击中贤城的那一刻 贤城竟然以不可思议的角度 一跃而起躲过了致命一击 刚刚落地的她竟又持剑斩在Boss的后背 吃痛的狼人立马转身回击 将她的爪子打了回去 眼前的狼人震惊一个瘦弱的人类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 紧紧愣了一下神的功夫 贤城用脚踩在了她的肩上 随后又飞起跳跃来到地上 狼人看不透贤城这是什么身法 一旁的姐妹花都看呆了 他们感叹贤城刚才通过踩狼人的肩膀改变了进攻轨迹 同时也躲过了狼人的攻击 这美如画的战斗画面 用艺术来形容都感觉是在贬低她 可更让他们惊讶的还在后面 就在下一秒狼人再次冲向贤城的时候 贤城竟然连躲都没有躲 而是朝着狼人打了个清脆的响指 狼人顿时察觉到了体内的一样 怎么回事 竟然动不了啊 这正是贤城的技能塔纳托斯的噩梦 会让遭到暴击的敌人陷入十秒的晕厥状态 下一秒贤城手起剑落 没有丝毫的托尼带水 纵失去灵魂的塞尔维斯领和盒饭 男人拥有无与伦比的神机职业 可姐妹花刷副本却被当作小卡拉咪 可就在贤城展露自己强大实力的时候 塔纳托斯的嗜睡症悄然发动 陷入沉睡的贤城被AI接管了身体 带着姐妹花一路疯狂升级 甚至还将暴死打得节节败退 可没想到的是 本该死去的暴死直接进入了狂暴状态 可这暴死依然站不到上风 只见贤城疼挪身法完美 躲过了暴死的所有攻击 就连姐妹花看了都忍不住夸赞贤城的身法真妙 不但成功躲避了攻击 还能找到机会进攻 看着眼前贤城的英姿 他们这才醒悟过来 这是一个真正的大神 本以为会继续躲避的贤城 没想到这一次他没有选择躲开 而是飞速上前选择了进攻 姐妹花看着他的速度如同离了贤的剑子 简直快的离谱 这是正常人能达到的吗 拥有强大的控场技能 而且技能衔接朴实无华 就连战斗风格都无比的干脆与利用 这让林更加的下定决心 一定要将贤城拉进他的英雄工会 面对贤城的攻击 狼人竟然利用速度优势躲避贤城的攻击 他想将贤城的体力耗尽 再对付这个难缠的人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贤城竟然突然立在原地不再追赶 狼人很疑惑他在干什么 只见贤城小手微微一抬 直接释放了技能 死亡的安息 这个技能瞬间附加在了狼人身上 现在的他很疑惑为什么一动也不能动 陷入了一分钟的睡眠状态 而且一分钟内对他造成的伤害会增加两倍 紧接着贤城不再留守 释放了死神锁链 下一秒无数锁链贯穿了狼人的身体 狼人痛苦地哀嚎了起来 可即使声音再大 再惨烈 还是依旧化作了贤城的惊艳值 随着击败暴死的提示响起 还有伴随在贤城周围的升级提示 通关奖励也在这时候出现在面前 当然作为队友的姐妹花也连升了好多级 贤城现在的等级已经达到了五十级 还完成了专属任务塔曼托斯的后运 可在这时 更让姐妹花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以一己之力通关的大神贤城 竟然躺在地上打起了呼噜 看着酣睡的贤城 两姐妹很疑惑 难道是她太累睡着了 不过想想也合情合理 毕竟基本上是她一个人完成了副部 于是两姐妹决定先帮贤城 把爆出来的道具先收起来 可姐妹花随后焦虑了起来 在这里睡觉的贤城怎么办 总不能把贤城丢在这里不管 送回旅馆也太失礼了 好像没有利用价值就丢掉人家 男人在游戏中觉醒了最强的神级职业 可GM却只想让他疯狂客金 每天监控贤城25个小时 就当贤城等级到达53级的时候 GM紧张地拿起了电话 因为到75级的时候 贤城可是就要二次觉醒了 思略在三后立马给游戏总策划打去了电话 可让GM没想到的是 策划现在正在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 那就是因为贤城的职业任务生成 帝国的城市附近出现了一座古城 帝国的统治者铁血君主不可能会放过古城 一定会派遣调查团前往古城 而现在麻烦的是玩家贤城 他必须要赶在调查团之前到达古城 否则就出大事了 可是贤城现在因为塔纳托斯的嗜睡症 游戏世界的他正打着呼噜 如果要等嗜睡症结束 最起码要等35个小时 这让挂了电话的GM知乎难办 因为这个铁血君主卡龙性情残暴 不少玩家仅仅是说错一句话 就被他打入地牢100年 就因为这时 玩家们经常在客服投诉 现在GM只能报希望于他不重视这座古城 那么贤城只要比调查团先到那里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可一旦出现插错 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如果铁血君主亲自出马 那么封印在那里的怪兽沙龙就会苏醒 很久前 沙龙被塔纳托斯的使者封印 现在国服内的没有艺人可以担任取舍 即使是顶尖的团队也可能有灭队的风险 如果铁血君主能猎杀恶龙就无所谓 可如果失败 恶龙肆虐帝国 GM只求他能给典礼 否则又会有大量的伯父玩家投诉 就在这时候 GM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如果贤城已经50级的话 有一个女玩家 同样拥有塔纳托斯相关职业 虽然只是传说等级 但实力卓绝不凡 虽然任务可能不同 但最终的目标应该都是去这座古城 GM只能寄希望于贤城和他能够齐心协力 一起阻止沙龙复活 要不然他今年的年终奖一定会泡汤 然而在此时 在帝国的皇宫 这名被人称为铁血君主的男人 从没欺压过百姓的国王 却不知为何成为了千夫所指的暴卷 久居深宫孤家寡人的他 厌倦了周围人对他的阿谀奉承 只想遇到一个有趣的灵魂 当得知附近出现了一座古城 虽然好奇但不是很想去 因为他只要一离开皇宫 那些大臣与手下就会四处找他 弄得满城皆知 于是为了解闷 他吩咐手下举办一场大赛 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 再顺便把奖励设置丰厚一点 虽然不能亲自出战 但是看着别人热血格斗 一定也会很有意思 如果再出现那么一两个有趣的人 那就太妙了 于是国王便传令 胜利者如果是国家的子女 那就立马入边为皇家工作 再送一件皇宫宝库里的物品做礼 而旅行者就是玩家 当国王想到旅行者的时候 立马变得严肃 因为他们都贪得无厌 只有少数的人例外 也罢 那就奖励皇家宝库中的一件物品 另外再满足一个愿望 如果获胜者提出的愿望 让他出乎意料 那一定会很有趣 这所谓的帝国格斗大赛 是国服最隆重的庆典 很多玩家在这里一战成名 而就在今天因为一名NPC无聊的想法 即将开始举行 男人在游戏中 转职成了无敌的神级职业 可在现实中却被人搁起了韭菜 这都是因为他在研究 怎么解决塔纳托斯是睡症的时候 看到了网上的一个消息 那就是见到培训班的广告 在宣传IDA中用到的实战剑术 自IDA这款游戏成熟后 一系列的产业链出现在现实世界 各种职业技能也成为了热门的课程 而且贤城还听说现实中身体的状况 对游戏中的控制力 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于是贤城决定报一个课程提升自己 先是报了一个健身房的课 随后又报了刀剑枪相关的实战培训班 可来到实战班门口后 贤城没想到这里竟然这么寒酸 可当老师打开大门的时候 贤城注意到 这老师身上的肌肉 绝对不是靠吃蛋白粉练出来的 而是靠无数修炼 才能打造出来的实战型肌肉 贤城立马一扫一律 心里想着没有找错地方 随后开口告诉老师 自己是来学习武术的 老师夸他眼光不错 让贤城跟他进房间 等进去后 房间里的陈列让贤城眼前一亮 这里有各种材质的剑 还有只在游戏中出现的各种武器 贤城也注意到 虽然这房间不大 但是天花板很高 挥动起刀剑丝毫不会受到影响 正当贤城左顾右盼的时候 老师问贤城看够了吗 贤城表示非常满意这里的一切 可下一秒老师却让他脱掉衣服 贤城看着眼前的老师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拿起了一根长枪 要和贤城先切磋一番 贤城摘掉帽子表示 恭敬不如从命 随后也从身后的陈列架 选择了一把 他最擅长的长剑 紧接着就在原地挥舞起剑 进行热身 老师看到贤城舞出的剑花 即便是学过剑道 也很少有人能做出 那么干脆利落的动作 这让他确定 贤城很有天赋 而且还付出过很多努力 热身结束后开始了切磋 只见贤城持剑朝老师奔去 而老师不慌不忙地提枪迎战 此次贤城面门 贤城手一挥挑开长枪的攻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仅仅一个简单的冰刃碰撞 就震了他虎口发麻 甚至长剑也发出了震震翁鸣 老师暗叹贤城实力不错 因为刚才那一击 换成新手的话 持剑的那只手势举不起来 可贤城不但接了下来 竟然还朝着他冲了过来 长枪有着攻击距离的优势 所以贤城只能缩短与他的距离 不过贤城的攻击轨迹 都已被他看过 抓准空荡一个双环扫打在贤城腿上 趁贤城身形不稳即将倒闭 老师趁他病 要他命 立马一个龙王破刺向贤城 可没想到的是 贤城一个极为刁钻的身法 躲过了老师的攻击 同时又一个直刺心悦刺向老师 老师赶忙匆匆跳起躲过 老师觉得眼前的贤城是个可塑制裁 本以为只是有点底子 没想到剑术的造诣这么高 便问贤城他的剑术已不需要指导 只需提升体力 那么来这里是想学些什么呢 贤城表示自己指挥右手剑 想锻炼左手使用武器 这让老师有点好奇贤城的职业 不过他没有过多询问 转身寻找起了武器 并问贤城要不要试试短剑 看着老师鼓刀了八分钟 转身时候右手持长剑 左手持短剑的样子让贤城眼前一亮 这正是他想要的风格 随后老师在他面前给他演示了起来 长剑用作主攻 短剑用作牵挤 早准时击双剑配合 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而且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将短剑抛出 打敌人一个出气不易 这让贤城茅塞盾开 这样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 都得到很大的提升 老师告诉他 只要在这里学习一段时间 很快就能上手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男人不过在姐妹花面前 打了个呼噜 就获得了无数金银财宝和珍惜道具 只因他拥有神级职业塔纳托斯的后裔 所以别人辛苦打怪一个月 才能升三级 而他仅仅靠睡一觉 就可以升十级 睡得越多升得越快 可贤城在陷入睡眠状态之前 展现了实力 彻底折服了英雄工会长阿灵 他必须要将贤城 变成自己队伍中的一员 可这抱了一地的装备 都该给贤城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姐妹俩看着地上呼呼大睡的贤城 陷入了沉思 决定再等一等 说不定一会儿就行了 可在等了61分钟后 姐妹俩逐渐失去了耐心 只见瑞恩猛地扑向熟睡的贤城 并且疯狂地摇晃着他 还大喊着快给姑奶奶醒过来 可贤城没有任何反应 还在打着呼噜 就在这时候一个窗口弹出 英队员贤城陷入沉睡 以自动退出游戏 下次登陆时会在最近的村庄出现 随后贤城消失在了姐妹花的面前 因此是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贤城 毕竟贤城实力高超 等她的视频上传后肯定会上大热门 再通过视频追踪到她 等再次相遇 一定要邀请她加入工会 在现实世界中的贤城 刚结束了一天的训练 打开电脑后看到了论坛的帖 大家都在议论威尼亚突然出现的一座古城 玩家们组建了调查团打算探寻这个地方 贤城知道这里 毕竟选择升级地点的时候 古城附近的那个城市 那美丽的风景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贤城并没有过于在意 因为她现在要提升自己 毕竟被馆长老师狠狠地教育了一番 虽然身体素质得到了提升 不过贤城决定早晚有一天要打败她 于是她立马跑去ID里练她的新招式 通过红膜扫描后 系统提示 玩家贤城 您确定要进入ID吗 没错 我确定 一瞬间贤城出现在了乐鹤村中的中央广场 紧接着在她面前弹出了无数消息提示 贤城查掠一番后关掉了他们 她的周围依然那么吵了 大家都在大声喊着自己的需求 一个收无色精快的玩家引起了贤城的注意 一些没用的道具可以卖给玩家 比卖给商店要划算很多 等把杂货整理一番后 贤城足足获得了5万金币 大概有3万块钱 就当贤城高兴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消息列表的弹窗 那就是已经生成的塔纳托斯的后裔专属任务 她明白这是高等级职业的专属故事剧情 可没想到这么快就出现了 神等级的专属任务是怎么样的 于是贤城喊了一声任务栏 弹出的专属任务栏都和普通的天差地点 等仔细查阅后发现 任务等级为S加 寻找塔纳托斯的使者 如果任务失败的话 惩罚是降到一级 这让贤城想到了刚才在论坛看到 如果调查团比他先到的话 那么就会让他直接任务失败 那他就会降到一级 可突然贤城意识到了不对 是降一级还是从53级掉到一级呢 这任务是在玩文字游戏吗 可随后贤城突然想到 如果任务成功了的话 就可以获得一个神迹技能 还有神之道具 财迷的贤城立马决定要找到遗迹 并且找到塔纳托斯的使者完成任务 当死神之子遇上死神之女 塔纳托斯职业的碰撞 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此时的贤城来到了乐鹤广场 而且发现调查团正在招募成员 这让贤城松了一口气 想着要比他们快一步到达古城 可他突然发现 别人看他的眼神充满了嫌弃 甚至嘲讽他一个乞丐 为什么来这种地方 贤城看着对方身上穿着的 都是价值不菲的装备 顿时觉得自己被嘲讽也很正常 一身新手装备的他在这里 如同一只土鱼 不过考虑到日后 可能会和调查团的人发生冲突 是有必要买一些防御装备 毕竟这次不是单挑怪兽 而是与调查团的玩家作战 于是贤城来到了房具店 购买了一身装备 等再出来顿时变得焕然一新 果然是人靠衣裳马靠鞍 可他却肉疼了起来 这普通等级的装备 一共花了他快一万块钱 准备完毕后 贤城立刻起身前往谷城 因为根据情报了解到 谷城所在的位置 比想象中还要远 就算是骑马到谷城 也至少要花费游戏中 三天以上的时间 贤城只能徒步走过去 比起人数众多的调查团 还是自己独自行动快一点 此时的贤城一想到 完成任务获得的神级道具和技能 就乐开了花 然而在威尼亚这座城市 这个地方的领导NPC 竟然和玩家工会的会长串通一气 为了完成国王铁血君主下派的任务 NPC给了超人工会会长 一个铁血君主会长 可以用他来管理统筹调查队 有这个东西在手里 不管是高手大神还是工会团体 都要受他任意摆布 在三天后 由超人工会负责的调查团入团申请处 很多玩家都来这里领取任务 得到超人工会的授权后 调查任务就出现在玩家的任务栏里 正当负责发布任务的玩家无聊的时候 突然响亮的高跟鞋声音响起 寻声望去顿时让他眼前一亮 一个一头乌黑发的冷艳女子 向任务领取处走过来 idea中的捏脸功能 会参照现实人物的百分百还原 换句话说 她在现实中也一定是个大美女 这让发派员两眼放光 多问了眼前的美女两句 请问是什么职业 多少级 叫什么名字 这让妹子顿感十分厌奋 因为在她前面报名的人只问了等级 为什么要问她的名字呢 不过为了任务她决定远下来 韩淑雅 110级魔法师 发派员瞬间化身舔狗表示 她的名字好美 要给她安排一个好位置 妹子无视她领取了任务后 便直接离开 正当发派员还看着发呆的时候 贤城已经来到了她的面前 看着贤城只有53级 而且还戴着一个面具 把任务发给她后让她赶紧滚 贤城之所以来加入调查团 是因为自己迷了路 白白浪费了时间 还不如提前加入调查团 可让她不知道的是 她的一举一动游戏的策划和巨仰都在盯着 大家都在为两个塔纳托斯职业的人 错过而惋惜 毕竟离得那么近 如果让他们联手的话 事情很快就能解决 不过只要使用死神锁链的话 他们就能立刻认出彼此是相关的职业 居然在这里碰面就是命运的安排 随后策划打开了 他们二人各自领取的职业任务 发现任务是不一样的 贤城的任务是找到遗迹 而舒雅的任务是阻止沙龙的复活 虽然有不好的预感 不过策划还是双手核实 希望不要有意外发生 男人觉醒了游戏中隐藏的神级职业 可不长眼的驱罢却把他当成小卡拉密 就因为之前不满贤城对他说话的语气 在任务行动中看贤城处处不顺眼 毕竟一个等级这么低的菜鸡 海胆和自己对视 必须好好教训一下这目中无人的家伙 紧接着他收到了会长的消息 那就是给其他人下达搜查的命令 然后和他一起溜进古城把好东西全部捡走 虽然这是一个好机会 但黄毛明白一旦出现差错 会长肯定会把责任都推给自己 再加上一直没看到韩淑雅 让黄毛的心情更加糟糕了 于是便又回头狠狠地盯着贤城 准备一会儿就拿带面具的卡拉密当出气筒 贤城也不是傻子 看出了不断瞪他的黄毛 应该晚上就会对自己动手 于是贤城决定 如果他敢出手 那么一定要让他知道自己不是好人 等到了傍晚 队长让大家在这里休息现实世界的三个小时 贤城郁门为什么要休息这么久 毕竟是游戏世界里的15个小时 到了晚上 坐在篝火旁的贤城收到了提示 已正在执行职业专属任务 在找到第一处踪迹之前 塔纳托斯的嗜睡症将会被封印 看着任务提示 贤城心想这次不用担心在任务中途睡大觉 不过在这之前要先解决一个麻烦 他决定把黄毛引到树林里 我不然 在贤城进入树林后 黄毛紧接着就尾随了上来 他没想到贤城竟然自己走上了黄泉路 跟了一段时间后 黄毛举剑准备偷袭贤城 可就在出手的一瞬间 黄毛听到了刷啦啦的锁链声音 难道是贤城的技能吗 不过他心想一个低等级的菜技 能有什么技能 可当他看到贤城转过头后的眼神 里面透着的是惊讶和不可思议 而且贤城的手里并没有锁链 那声音是哪里来的呢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 树道暗粉色的锁链一瞬间贯穿了他的身体 这正是死神锁链 贤城看到后一脸疑惑 谁还会这个技能 不过和他的死神锁链也好像不太一样 随着系统惩罚的声音响起 黄毛被陷入了昏厥状态 随后黄毛便领了盒饭 而且受到了24小时进入游戏的惩罚 就在此时 一阵清亮的高跟鞋响起 一名冷烟的女人出现在了贤城面前 此人正是和他相同职业的韩淑雅 贤城望着眼前的女人 心里还在思索着刚才发生的因果 他可以使用死神锁链 那么他的职业一定和塔纳托斯相关 再加上死神锁链是传说等级的技能 因此这个女人至少是传说等级的职业 两人初次见面 韩淑雅和他寒暄一番后 表示要将贤城送到安全有人的地方 可没想到贤城直接谢过了他的好意 并且说了再见便离开 因为贤城不能确定眼前的女人是迪士友 所以不打算泄露自己的信息 韩淑雅看着贤城离去的背影 却有着一股说不出来的熟悉 而且还有一种莫名被他打败了的感觉 然而在此时 游戏策划组看到这一幕却炸了锅 贤城竟然这么直男 两人的职业有关联 为什么不合作呢 男人在游戏里转职成了万人垂涎的神迹职业 却化身修罗对玩家发起了恶意PK 只因昨晚韩淑雅为了保护他 使用死神锁链击杀了屈霸 死亡退出游戏后 屈霸立马打电话告知了自己的会长 就连崩会的聊天群都因为这件事炸了锅 纷纷要去教训一下这个戴着面具的家伙 贤城对这危险浑然不知 他要在韩淑雅察觉到他们职业相同之前 拉着踪迹消失 就在此时探寻队竟然突然要求所有人紧急集合 出发前往古城 这让人们不理解 毕竟很多人还没来得及登陆游戏 贤城听到这个消息明白 这是黄毛的死 让工会的这些人提高了警惕 超人工会的会长也登陆到了游戏中 在人群中找起了戴面具的男人 很快他在人群中找到了贤城 毕竟这么多人里面 戴面具的只有他一人 这次他决定要替黄毛出一口恶气 顺便带着调查团完成任务 绝不允许有贤城这样的变数存在 此时的韩淑雅看着自己的职业任务 阻止杀龙复活 任务提示里却没有告诉他该怎么做 如果是让他斩杀这条龙 他可以全力去做 可任务却不是这样要求的 这让韩淑雅埋怨起了任务的不友好 不过有一点他可以确认 那就是不能让大家进入古城 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发现 前面领队的人一直在打量着贤城 他不明白超人工会的会长 为什么一直监视他 淑雅有些自责自己犯下的低级错误 肯定是黄毛联系的他 可他不能让贤城注意安全 因为没有贤城的好友 所以不能发送耳语 没想到因为他的原因 让贤城成为了工会的目标 而且看他的装备 最多也就一百集左右 就算知道了这件事情 也只能做别人案板上的鱼肉 于是舒雅决定在暗中保护贤城 毕竟是因为自己让他陷入的危险 而贤城也一定会非常感激自己救了他两次 等到了探寻队休息的时候 贤城看着超人工会的众人 一直对着自己虎视眈眈 这让贤城很不爽 如此明目张胆地监视自己 是故意的吗 于是贤城再次进入了小树林 超人工会的一众人也紧接着追了上去 奔跑中的贤城发现追赶他的几人 实力也就那么回事 他故意放慢速度都追不上 半晌后贤城停在了原地 几人忙让贤城交代他的同伙在哪里 可以给他的痛快 贤城知道他们说的是舒雅 不过没做理会咧嘴一笑 随后贤城拔出了腰间的剑 他要趁这个机会试一试 PVP 一瞬间便朝着几人冲了过去 塔纳托斯的噩梦技能发动 第一个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贤城抹了脖子 他身后的二人也被贤城所伤 贤城惊讶地发现 这样竟然没夺了几个人性命 果然是高等级玩家 防御高 血还厚 这时候大家也发现了贤城的技能特性 那就是受到致命伤会进入异常状态 贤城提剑力在人群前 他逐渐适应了新学的剑术 也适应了PVP的打法 看着眼前的众人一起朝着他围了过来 贤城发现这些人都是盗贼职业 他们的武器都带着毒液 而且左手还藏着暗器 贤城用长剑挡住了匕首的攻击 他不明白这盗贼为什么不被后搞偷袭 而是选择正面进攻 简直是自取其辱 随后贤城长剑一挥 送眼前的玩家里面合饭 可没想到的是 击杀了一名玩家后 竟然获得了三点可以抽奖的DP值 这让贤城发现了财路 偶尔狩猎玩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这样这些人葫芦娃就爷爷一般 贤城名剧出的魔弹攻击料到 在这些人的眼里 贤城如同一尊嗜血的修罗 而贤城此时不断享受着获得DP的快感 男人在游戏中转直成了掌控生死的神机职业 却被游戏浮花荡成任人宰割的小垃圾 当他看到贤城仅仅用了十招 就击杀了几名实力不俗的工会成员 他才明白贤城是一个真正的大神 上次进入小树林也是为了引诱敌人 而自己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要保护他 不过他发现贤城并不是恶意PK 而是察觉到他们要害自己 才将这些人引到小树林一举歼灭 贤城此时清扫着战场 浑然不知有人正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他发现那些工会的人在被他击杀后 竟然爆出了一张地图 而且还是任务中古城的地图 贤城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意外收获 他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东西 一般都是由工会会长保管的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几个咔了咪的身上 贤城决定不想这么多 毕竟这对他来说是好事 有了地图 就没有必要跟着调查团 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调查团的任务 没有了调查团的束缚 贤城决定先下线休息一会儿 便下线消失在了游戏世界 韩淑雅不知道贤城到底有什么目的 不过他打算在这里等着贤城上线 看看他到底要做些什么 等过了一个小时 贤城上线就跟着地图指引前往古城 顺便解决路上遇到的怪物 面对高级怪物的围攻 贤城没耐心和他们纠缠 上来就释放塔纳托斯的梦幻曲 让这些怪物陷入了僵直状态 随后手起剑落 这些不知死活的魔物 化作了贤城的惊艳指 奔跑中的贤城想着 现在崩会的会长 应该知道了地图在他手上 肯定会在路上射人伏击 就在此时 贤城察觉到身后好像有人跟踪 可回头环顾四周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随后觉得自己太敏感 便继续朝着古城的方向奔去 就在此时 韩淑雅盯着远去的贤城想着 刚才他用的技能也太强了 因为猎杀一只刚才那种级别的魔物 需要最少十分钟 而贤城竟然只用了几秒 稍待手的就将这些魔物轻松斩杀 而且他的控制力十分惊人 最具威胁的是黑色闪电的那个技能 韩淑雅猜测 贤城一定是传说等级的职业 如此出色的控制力 再加上超凡脱俗的剑术 等自己以后建功会 一定要将贤城耐入麾下 在他一路的尾随下 他惊讶地发现 贤城不仅身法诡异 而且他的攻击方式也闻所未闻 让他佩服的五体投地的玩家 然而让贤城不知道的是 超人工会的成员 决定要找回自己的场子 让戴面具的贤城知道 惹路超人工会的下场 此时的贤城还在赶路寻找谷城的入口 还发现了路上有其他人走过的痕迹 他肯定这是超人工会组建的特别行动队 而且至少十个人专门来聚集他的 贤城想着 那就放马过来吧 毕竟PVP的视频也很受大众欢迎 就在不久后 贤城遇到了超人工会的特别行动队 而且几人的等级全部都在150级之上 甚至有可能有200级的玩家 在观察后发现 这些都是之前围在会长身边的人 很可能是超人工会的骨干 于是贤城缓缓拔出了腰间的配件 浑身杀意地走向了 这些所谓的超人工会核心成员 这个游戏新手一夜之间屠杀了整个超人工会 打败的都是比他等级高100级以上的玩家 还获得了等级只不过是数字的传说集成号 看来在绝对的欧皇面前 无论你等级多高都不过是个数字罢了 玄盛在尝到猎杀玩家的乐趣后 便一发不可收拾 而远处负责打败玄盛的五人突击队 也都对玄盛这个初出茅庐的家伙好奇不已 不过对于他们这些大老级玩家来说 之前工会成员的话并不可信 相反很可能是被打败的人觉得面子过不去 编出来的谎话罢了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巨响 伴随而来的是这五名玩家 全都陷入了魅惑的异常状态中 还没等这五人反应过来 玄盛已经对他们发出了十秒内跑向自己的指令 话音刚落 五名玩家的身体竟然全都不受控制地狂奔起来 任何技能和装备都失效了 而在不远处 带着面具的玄盛也来了个旋风五连斩 那是一到一个小朋友 对他们造成了致命打击的同时 还陷入了恐怖的幻觉之中 五名玩家愤怒不已 想冲向玄盛却被身后的黑紫色闪电劈中 随后便烟消云散了 因为一次性打败了太多与自己相差一百集以上的玩家 因此玄盛获得了等级只不过是数字的传说级称号 而这个称号也为他带来了攻击力上升百分之二十 经验值上升百分之三十的buff 可刚解决这五人 玄盛就敏锐地察觉出了不对劲 仔细一看 原来是换班的五人来了 而这之中 超人工会的会长莱诺竟然也在里面 事情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玄盛决定跟他们玩了 于是先发制人袭击了莱诺的队伍 瞬间莱诺等人紧张不已 纷纷进入了战斗状态 而玄盛却当起了老六 开始不断挑衅莱诺 又故意不出现 好让他们五人永远现在战斗状态中无法登出游戏 几个回合下来 莱诺已经快被气疯了 他仰天长笑让玄盛滚出来受死 没想到 玄盛还真的回应了他 缓缓从术后走了出来 可就在五人准备一拥而上杀死玄盛时 却被黑紫色的雷电劈中 集体翻起了白眼 还不受控制地留下了哈喇子 再之后就烟消云散了 这下玄盛终于放心了 莱诺都死了 看来他们五天内是不能再登陆游戏来找他麻烦了 可现在 玄盛却将自己唯一的绊脚石锁定到了韩淑亚身上 他一直觉得那个女人不简单 所以有些担心 不过刚结束了一场恶战 玄盛便准备登出游戏暂坐休息 而吃饭时妹妹却跟玄盛提起 最近他们的工会掌龄突然开始了快速狩猎模式 这可把他给累死了 但也因祸得福 他也在一天之内升了三级 顺便妹妹还邀请玄盛一起加入他所在的工会 没想到玄盛却拒绝了 只因他觉得自己等级还不够高 实力还不够强 他进入工会后拖妹妹的后腿 这可真是大型凡尔赛现场了 吃完饭后 玄盛来到电脑前 开始思考要把哪个影片传给宰欢 本来杀了工会长莱诺的影片 可能更有看点 不过莱诺实在不抗躁 结束得太无聊了 一番权衡下 玄盛最终选择了那支影片传给了宰欢 谁知却招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妹妹本想邀请玄盛加入自己的精英工会 好好带一带这个刚进入游戏世界的菜鸟哥哥 可他不知道的是玄盛以一己之力 就可以念门游戏的第一大工会 玄盛说自己的等级太低拒绝了妹妹的邀请 转身来到了健身房里挥汗如雨 突然他看到跑步机上出来的一则消息 事关之前由超人工会组成的古城调查团 本来这一调查团吸引了很多玩家参加 却没想到超人工会的所有成员 竟在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 这让广大玩家非常愤怒 他们认为超人工会作为调查团的领导者 根本没有承担起带领用户的责任 甚至还故意做出了把其他人丢下的行为 现在玩家们很是愤怒 觉得超人工会的行为简直就是诈骗 看到这一消息后 玄盛很是抱歉 其实这件事也跟他有很大关系 只有他明白 超人工会不是故意丢下大家的 而是全都被他给灭门了 不过这样也好 本来超人工会就已经臭名昭著了 这一事件发生后 超人工会简直是元气大伤 估计再也没有耀武扬威的时候 可比起超人工会 那个名叫韩淑亚的神秘女人 却更让玄盛在意 幸好韩淑亚应该还在调查团里 没有到达古城 现在玄盛决定不管怎样 自己一定要领先所有人 成为第一个抵达古城的人 另一边 咋唤看着玄盛发来的录影 简直觉得惊为天然 戴上面具之后的玄盛 与之前的骑士风格又截然不同 虽然粗暴却又很有效率 再加上这压倒性的暴力 绝对是一惊发出 就会立刻爆火的程度 来不及多想 在换力课带领手下 准备爆肝一夜将影片剪辑出来 此时 玄盛却找到了私人教练 准备再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 其实在教练的眼里 玄盛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不仅是与生俱来的运动神经 惊人的学习速度 再加上他对战士那种坚毅的眼神 都让教练觉得玄盛简直像个怪物 甚至现在连他跟玄盛对打起来 都觉得有些吃力了 以前他还从没遇到过玄盛这么棘手的家伙 只见玄盛在用长剑抵挡住教练长枪的攻击后 立刻用压倒性的速度挥出 左手的那把短剑用来攻击 这切换的速度之快 让玄盛不小心把自己握箭的虎口处 都撕裂了也没有察觉 还是看到满手的鲜血才恍然大悟 不过玄盛这个怪物 竟然觉得这实战也太有趣了 这可给教练吓得不轻 尤其是听到玄盛说他明天还来的时候 教练直接满脸黑线 连忙摆手说虎口撕裂可得好好养一阵子 玄盛却觉得根本没必要 这样才能成长得更快不是吗 晚上 玄盛和妹妹还有阿姨一起吃烤肉 正好最近他在为自己在网络平台上的昵称烦恼 便来询问妹妹的意见 可为了不被妹妹发现 玄盛也只好说他是替别人来问的 那个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打斗风格 根据特点 妹妹想到了阿修罗这个昵称 传说阿修罗的设定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 所以很符合拥有两种风格的人 玄盛也觉得这个名字很是霸气 便愉快地决定了他就叫阿修罗好了 可在他吃完晚饭登上游戏 准备尽快前往古城时 却被人叫着 玄盛回头一看 来的不是别人 竟然就是他最害怕的韩淑亚 而且韩淑亚上来就告诫玄盛 他不能去古城 这个男人不仅靠游戏日入过万 竟还在游戏里泄购了美女玩家 和他谈起了甜甜的恋爱 这样的生活你羡慕吗 躲在暗处的韩淑亚 碰巧看到了玄盛徒手 灭掉全服第一大工会的场面 忍不住惊叹起来 没想到玄盛不仅操作优秀 所拥有的技能也同样强劲 而且韩淑亚推测 玄盛的职业等级也应该很高的样子 正思考时 远处竟又出现了众多前来寻仇的人 嘴里还喊着玄盛的名字 韩淑亚仔细一看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超人工会的工会长莱诺 此时的莱诺气急败坏 却又找不到玄盛的踪影 只好仰天长笑大骂玄盛不是个男人 突然天空一声巨响 惊雷闪亮登场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莱诺等人就全被电晕了 韩淑亚愣住了 这技能真的是不论让他看几次 都会觉得毛骨悚然的存在 再回头时 玄盛已经不管不顾的登出了游戏 说来也对 现在也到了现实世界里该休息的时间了 况且工会都被灭了 玄盛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可韩淑亚却对玄盛越来越好奇 准备就守在原地蹲点 看玄盛什么时候回来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三天三夜 这可把连一分钟都不敢多睡的 韩淑亚差点熬成了音 终于不知过了多久 玄盛再次上线 韩淑亚气急败坏冲到玄盛面前 对他大喊他不能去古城 玄盛愣住了 他都不知道韩淑亚是从什么时候 就开始跟着自己的 难道是因为等级差距太大才没有发觉的吗 不过韩淑亚却不像是他的敌人 否则他早就死了 也就是说他还有能和韩淑亚谈判的机会 可玄盛却还是觉得自己要小心才对 因为比掉等级更重要的是全能 那才是他绝对不能放弃的东西 此时韩淑亚心里也打起了小算盘 他也分不清玄盛究竟是敌室友 这可把场外24小时监控他们的游戏策划给急死了 明明两个人的任务那么类似 却都不肯开口 真是费劲 玄盛反问韩淑亚自己为什么不能进入古城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韩淑亚 只好谎称他的任务就是阻止大家进入古城 没想到 这可真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原来玄盛早就知道了他的任务内容 于是故意说起了死龙阿奎莱奥尔和死神塔纳诺斯的事 被戳穿的韩淑亚手足无措 玄盛却很得意 说起了韩淑亚在之前出手救他时 就已经暴露了 还当面给韩淑亚展示了一波真正的死神锁链 韩淑亚惊呆了 明明传说级职业 只有一个人才能得到这个技能的 难道玄盛拥有复制技能的能力吗 玄盛也没有解释 不过据他所知 塔纳诺斯可是ID这款游戏里最强的神 所以有两个传说级职业也不奇怪 况且他还有这份地图 可以作为他在执行任务的证据 而且他对韩淑亚也没有恶意 相反还很感谢他之前的出手相助 看见玄盛这么有诚意 韩淑亚只好实话实说 告诉了玄盛自己的真正任务 其实是阻止死龙的复活 现在俩人的任务都差不多 再加上他们同为塔纳诺斯的后裔 拥有相同的技能体系 韩淑亚也终于可以跟懂自己的人一起吐槽了 一番八卦后 俩人的关系突飞猛进 玄盛也觉得韩淑亚原来不是腹黑 反而还有点呆萌 于是他正式跟韩淑亚做了自我介绍 还脱下了面具 没想到 韩淑亚在看到玄盛那张俊秀的脸庞后 近一秒沦陷 觉得这张脸也太犯规了 而且还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简直是完美的毫无缺陷 于是便答应了玄盛一起前往古城的提议 奔跑的途中 韩淑亚还忍不住看向玄盛的方向 心里一阵小路乱撞 玄盛也把握住机会 向韩淑亚发送了好友申请 甜甜的爱情这不就来了吗 这个小伙又意外发现了游戏里的隐藏副本 面对几百米高的死龙 玄盛渺小得像只蚂蚁 还以为今天要死定了 却没想到下一秒面前竟出现了一套捉椅 而通关最强副本的秘诀竟然是座体 玄盛和韩淑亚好不容易来到了古城外 此时俩人都已经连续奔跑了25个小时 韩淑亚都累得说不出话了 玄盛却是精神抖擞 这让韩淑亚不禁感慨道 这小伙体力真不错 可在进入古城时 却遭遇了突发状况 原来只是得到阻止死龙复活任务的韩淑亚 现在被系统禁止入内 而一旁的玄盛却能轻松进入 韩淑亚人傻了 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 也许古城就是因为玄盛才出现的 于是很快接受了这一设定 还贴心地叮嘱玄盛到了古城一路小心 自己会在外面等他回来 没想到 面对美女玩家如此深情地告白 钢铁直男玄盛却一心只有副本 头也不回地就进去了 后来韩淑亚越想越起 干脆把这心中的怒火 发泄在了靠近这座古城的人身上 一记圣女技能 就让一身黑的他迅速凌空而起 变身性感小恶魔 再来一记死神召唤 众多黑影请客间就包围了所有靠近古城的人 给他们来了个杀无赦 你以为韩淑亚此时应该觉得自己太帅了吗 其实念完这套中二咒语的他 已经被自己尬到起鸡皮疙瘩 另一边 玄盛也终于在古城内 找到了死龙阿奎来二 据玄盛目测 面前的死龙少说也有100公尺高 而且只是轻轻打个哈欠 地面就卷起了一阵沙尘暴 吹得玄盛节节败退 更细思恐极的是 在玄盛只是刚发现死龙的那一刻起 就触发了所有能力直加五的奖励 可见面前的死龙有多强 这要是能把他打死 可能会直接满级吧 就在玄盛以为避免不了 要和死龙来场巅峰对绝时 面前净凭空出现了一套捉椅 而笔试考试也正式开始 玄盛猛啊 这刷副本怎么还要考试啊 而笔试的题也让他生不如死 竟然没一个他能写得上去的 全都是有关这个游戏的故事写 这让一直执迷于升级 从不做主线任务的他彻底傻眼 不过玄盛很自信 凭他的实力 已经早就做好了接受这段时间 只专注升级的惩罚 随着考试时间结束 玄盛不出意外考了个零压蛋 系统也发出提示 因为玄盛的不认真作答 他将接受最高难度的挑战 那就是在一个小时内 成功从死龙阿奎莱奥尔的手中活下来 听到这一提示 死龙彻底觉醒 只见他红着眼 一爪子拍向玄盛所在的地方 速度之快让玄盛心里都慌得一批 但凡他要是慢一秒 估计早就变成肉泥了 而接下来死龙发出的一声怒吼 更是让玄盛忍不住地开始全身发抖 紧随其后的冲击波 更是所到之处寸草固生 为了面对这一劲敌 玄盛放回了所有装备来提示移动速度 又将苦苦攒了很久的能力值和生命药水全都用过 开始了和死龙的恶斗 却没想到 死龙这个老六竟然还会喷火 而他的技能竟对死龙拳都无效 这不是扯吗 玄盛崩溃了 甚至开始怀疑策划真的有想让玩家通关这个副本的意思吗 气急败坏的玄盛干脆来了个小李飞刀 转为物理攻击 结果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这物理攻击竟然对死龙是有效的 只见他开启录影戴上面具 苏醒吧 猎杀时刻 刚入坑三天的游戏菜鸟打打怪剪剪装备就日入过万 游戏策划从没见过这么幸运的玩家 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此时玄盛正在首任被设定为最强暴的死龙 策划彻底傻眼 这死龙可是他们策划组整整熬了三天三夜才做出来的 这要是被玄盛打败了 整个游戏都会陷入一片混乱的 此时 策划正目不转睛地死死盯着屏幕 期待着玄盛能输掉这场比赛 却没想到 玄盛竟然躲开了死龙的火焰攻击 开始出赛莲的诱惑 导致死龙虽然没有状态异常 却也出现了一瞬间的破绽 连策划手下的小弟都忍不住夸赞玄盛的反应真快 可更让他们瞅目结舌的是 原本被设定为能免疫一切魔法伤害的死龙 竟被玄盛找到了破绽 现在玄盛彻底不当忍了 拿起手中的短剑和弹弓 对着死龙就是一步物理攻击 看着死龙不断下降的血条 策划祖荒的一批 他们还记得 当初他们已经给死龙设定为 没人能打败的地狱级难度 所以便把大量的珍贵道具 放在了打败死龙的奖励里 这下策划觉得完蛋了 那些道具一旦流出 可是会引起世界大乱的 现在策划也只能寄希望于玄盛 求他只躲避别攻击就好 结果下一秒 玄盛抬手就是一个大招 利用塔纳诺斯的夜曲作为掩护 一跃来到了死龙最柔软的肚子下方 狠狠给了他一刀 死龙疼得大喊还被迫陷入了噩梦之中 不过由于死龙等级太高 噩梦的效果对他时间减半只有0.5秒 可正是这0.5秒 却让玄盛发现了死龙的命门 那就是位于他七寸之上的逆龄 这可是所有龙族的弱点 刚说完 玄盛就抬手一剑 正中死龙的逆龄 对其造成了致命打击 剧烈的疼痛让死龙全身不受控制般的扭动起来 竟然还没死 玄盛也不由地感慨起死龙的威力 他已经足足跟死龙大战50分钟了 现在距离时间结束只有最后10分钟 玄盛瞅准机会 开始放大招了 一记死亡安息 让死龙就算免疫了一分钟的沉睡效果 也被迫受到了双倍伤害 眼看对手竟是如此厉害 死龙也背水一战 他将最后一点力气 都蓄力在了口中的火球上 在瞄准玄盛后用力射去 地面瞬间被砸出了一个深坑 却没想到 玄盛却一跃而起释放了狂战士之歌 跟死龙来了个四目相对的同时 再次拼尽全力 释放出了塔纳诺斯的夜曲 这下死龙彻底完蛋 事后 玄盛还十分感慨 要不是狂战士之歌的无敌脸衣时间 再晚个0.1秒 那么死的就是他了 想想还真是后爬 不过更期待的 当然是来细数下杀死死龙后获得的奖励 只见系统提示 玄盛因为打败了实力不余强大的对手 因此直接获得了2000点DP 还达成了不可能的成就 等级直接提升到60等 获得神级技能塔纳诺斯的收藏品 开启了新任务 寻找塔纳诺斯的使者 玄盛兴奋地拾取着地上迸出的奖励 可抬头一看 远处竟有个通体散发着绿光的神秘人 一上来就称呼玄盛为无知神 玄盛傻眼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使者 这款游戏简直就是在撒钱 随随便便打打怪就能日入过万 这个刚入坑三天的菜鸟不费吹灰之力 就打败了被策划设定为最强暴的死龙 因此得到了使者的召见 虽然玄盛知道这只是提前录好的影片吧 却实在忍不住想要给这使者一个大逼斗 因为刚才那如此变态的题目 正是眼前这个全身上下冒着绿光的使者出的 而使者仿佛早就料到了这一点才敢真人出镜吧 话说回来 使者也是为了庆祝玄盛成功击退死龙才来的 他现在给了玄盛两个技能攻他选择 第一个技能名为塔纳诺斯的召唤 只要消耗1000点DP就能发动 发动时除了施法者本人 其他半斤1000名以内的所有生物都会死亡 看完简介后 玄盛直呼这也太逆天了 多开几次 地球岂不是寸草不生了 此时的玄盛还有些犹豫 可当他看到第二个技能时 竟瞬间瞳孔咒缩 满脸写着不敢相信 随后立刻淡定地选择下了第二个技能 这一路正好被监视着他的游戏策划给看在眼里 原本策划还以为 玄盛至少要过一年 才能超越排在前面的顶级玩家 现在竟然只用了三天 就打败了被设定为最强的死龙 尤其是在看见塔纳诺斯的召唤技能 也被玄盛找到后 策划的心里简直慌得一批 要是玄盛用这种技能来狂赚经验值就不好了 突然 控制室内的所有人都傻眼了 玄盛竟然放弃了塔纳诺斯的召唤 选择了另一个技能 策划急得满头大汉 看来他又要被管理骂了 随后策划转身落寞地离开了控制室 手下也纷纷为他鸣不平 怎么就偏偏让玄盛遇到了那种超乎常理的技能呢 而这个技能名为塔纳诺斯的清醒梦 不仅能让玄盛在战斗时拥有一分钟的无敌时间 还能减半DP商店内所有物品的冷却时间 也就是说原本一个月才能拥有一个传说技能的玄盛 现在半个月就能有一个了 这可给玄盛乐坏了 这简直堪比开挂呀 怪不得再看到第二个技能的一瞬间 玄盛就立刻决定了 随后使者在玄盛做出选择后 也准备向他告别 没想到 这使者竟然到了最后关头还耍了玄盛一回 他告诫玄盛这座古城将在一分钟后移为平地 如果玄盛不及时跑出的话就会死亡 这给玄盛气的 一边拼命向大门跑去 一边嘴里还不停地问候着使者的家人 好在最后一秒 玄盛终于逃出了古城 看着玄盛气喘吁吁狼狈不堪的样子 门外等候的韩淑亚还以为玄盛任务失败了 在得知玄盛是被使者给整了之后 韩淑亚也很是理解 毕竟他也被使者整过不少 现在托玄盛的福 韩淑亚也完成了任务获得了奖励 不过他倒是更好奇玄盛获得的东西 说到这 玄盛才恍然大悟地打开了自己的道具库 这才发现自己竟没注意到在打败死龙后 他竟然获得了传说级的技能书 而且还有能提高移动速度的靴子 能每天无视五次攻击的腰带 以及每天能诅咒别人五次的戒指 当然最逆天的竟然获得了古龙的心脏 那是只要吃下之后 就能永久提高五百点魔力和双倍智力传说级药材呀 对比玄盛 可怜的韩淑亚之获得了一个起床之歌的没用技能 俩人告别后 玄盛回到旅馆 迫不及待地吃下了古龙的心脏 你别说 这心脏肌肉未嘎崩萃 小伙躺在床上两腿敲开就可以日入过万 玄盛成功与传媒公司的老同学签约后 成了他们公司旗下的唯一一个男优博主 老同学又在催促玄盛赶紧把自拍交出来 因为影片实在太精彩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像玄盛这么有天赋的人 刚入坑三天就凭一己之力灭掉了令人闻风丧胆的超人工会 还瞬间秒杀了最强暴死龙 Bug即存在的他觉得太无聊了 决定将升级的节奏逐渐放慢 最好再找几个队友一起狩猎 来好好体验下这个游戏的乐趣 可另一边 超人工会的会长莱诺却很愤怒 因为玄盛的干扰 现在他不仅被威尼亚的市长全国通缉 自己多年来创建的超人工会也彻底瓦解 还不能再登陆自己之前的账号 愤怒的莱诺将一切都怪在了玄盛的头上 乐狠狠地表示自己一定会报仇的 说着就钻进了游戏仓 打算用掉自己之前拿来卖的情报 也要来报复玄盛 与此同时 玄盛也睡醒了 因为曾经获得了梦游技能 导致他在睡梦中也能获得用于抽奖的DP值 这时 玄盛终于想起了自己之前获得的技能 打开一看 技能名为塔纳诺斯的收藏品 效果是可以收集被玩家狩猎的Boss灵魂 这个解释让玄盛有点看不明白 反正可能在以后的游戏中很厉害就是了 现在 玄盛的当务之急是想去接点任务来做 可到了工会一看 这里简直人满为患 嘈杂声此起彼伏 但想跟人组队一起狩猎的玄盛 最后只好随便选择了一个赏金多的共同任务 仔细一看这个任务的详情 竟是去水下洞窟收集鲨鱼人的起 每收集一个素材 就将获得一千金币和经验值的奖励 等玄盛刚点击了确认 就有个黄毛主动来找他搭讪 仔细一看 这竟是玄盛之前在罗黑 卖给他一堆垃圾道具的老客户了 正好黄毛最近也有想跟人组队的想法 但他加入的队伍中 另外三人是互相认识的老朋友 这就导致黄毛的地位十分尴尬 所以他想邀请玄盛加入他的小队一起狩猎 再得知黄毛所在的小队 接下来也要前往水下洞窟 跟他做一样的任务时 玄盛同意了 可不想暴露自己是神级职业的玄盛 只好对外公布自己是稀有吉的职业 好在队友表面也都十分和善 并不介意玄盛的等级 玄盛还以为自己遇到了好人 却没想到 这三人尽个有哥的小心思 他们背着黄毛和玄盛独自拉了一个群聊 还在群聊中出谋划策 商量着怎样将玄盛的所有装备洗劫一空 此时的黄毛和玄盛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而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去跟他们三人一起狩猎 见黄毛有危险 玄盛立刻上前击退了敌人 俩人的配合十分默契 这是我见过最会扮猪吃虎的男人 明明拥有一击顺秒boss的能力 却还费尽心思在队友面前 上演了被怪物砍伤的一幕 这演技简直让人直呼 明年奥斯卡没你我都不砍 渴望队友的玄盛意外加入了一个战队 还跟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了水下洞窟狩猎 眼看队友黄毛快要被面前这个忍者神龟给打死了 玄盛赶紧一个闪现来到怪物面前 挥起手中的大宝剑跟他拉开距离的同时 队伍内的女法师一记惊雷将气烤的那叫一个外交领难 射手也没闲着 赶紧补上一剑 没成想 怪物也懂得挑软柿子捏 竟扭过头来盯上了队伍内实力最弱的黄毛 此时的黄毛心里慌得一批 还以为自己要凉凉 关键时刻 玄盛挺身而出 替黄毛挡下了致命一击 玄盛刚觉得自己身体仿佛被掏空 就被队伍内的奶妈给赶紧远程奶了一口 这下 玄盛精神抖擞 配合队伍内的女法师 一起拿下了忍者神龟 可事后 三个不怀好意的人却心有余悸 刚才的那场战斗中 他们已经看出了玄盛的强大实力 便不敢再轻举妄动 而玄盛此时的心里却想的是自己刚才的演技真好 以后就这样狩猎就好了 这样大家才有游戏体验 结束战斗后 擅长做生意的黄毛也立刻将掉落的道具换成钱 分给了大家 看着账户足足有五百万进账 玄盛简直两眼冒光 不过黄毛却顺势提出大家都累了 就休息一会儿好了 顺便可以讨论接下来的路线 黄毛主动提出 他来这里之前做过攻略 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是右边这条路 显得人最多也最安全 第二是左边这条路 没什么人但难度会大幅度提升 射手不怀好意的想要去左边 觉得那样才有冒险的意义 俩妹子却在一旁强颜欢笑 觉得大家没有冒险的必要 没想到 玄盛竟也主动提出去左边 于是大家便少数服从多数 踏上了打怪之路 果然 左边这条路难度确实很高 大家拼尽全力也才获得了一只鲨鱼器 玄盛还在意犹未尽时 黄毛却再次提议大家休息一下好了 玄盛表面笑嘻嘻 心里却觉得休息就是在浪费时间 原本他一个人一小时就能通关的洞窟 现在却一直在休息 不过 他更在意的却是面前三人不怀好意的目光 玄盛敏锐地发现 对面三人竟一直在偷偷打量着他 难道是他们盯上了自己的道具吗 可不到关键时刻 玄盛还想看看接下来三人的动静 没想到 射手这次竟主动起身 要去当幼儿隐怪 还让黄毛负责拉仇恨 眼看鲨鱼人上当 玄盛和女法师赶紧乘胜追击 一个物理攻击 一个法术攻击 给鲨鱼人整得是应接不暇 为了演得更逼真点 玄盛敏还主动挨下了鲨鱼人的一个大批斗 好让队内的女辅助有事可做 最后也不抢风头 把人头都让给了女法师 结束战斗后 黄毛照常打扫战场 给大家分着道具 可队内的男射手却突然传来惊呼 声称他看到了对面洞窟内的怪东西 黄毛和玄盛人傻了 那黑乎乎的洞窟里 怎么也不像有东西的样子 射手却说他的势力好 但玄盛总觉得怪怪的 不过既然这样 那就继续演下去好了 而傻白甜的黄毛 还以为他们找到了隐藏副本 赶紧高兴地进入了秘密地下城 殊不知 这竟是他的葬身之地 这个穿戴着神级装备的玩家 杀死个小怪 竟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队友还以为他是人傻钱多 纷纷合谋利用BOSS来杀掉他 再将他的装备平分 不曾想玄盛早就预判了他们的预判 见队友引他来到地下城后 玄盛邪媚一笑 他早就发现了不对劲 平常人要是找到了隐藏副本 肯定都会跟黄毛一样傻呵呵的高兴的 怎么会像那几个人一样反应这么平淡呢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几人早就来过这里了 可不知情的黄毛还被蒙在鼓里 在进入隐藏地下城前 还在三叮嘱实力最弱的玄盛一定要小心 随着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五人正式进入了隐藏副本 可刚一进去怪物就苏醒了 而玄盛却还猜测着队友的做法 应该是会在他杀死boss后 精疲力尽时对他下手 可现在的当务之急却是面前的boss 只见玄盛如离弦之剑般 快速冲到了怪物的面前 一记凌空半月斩潇洒向前跑去 连头也不回就知道自己命中怪物了 黄毛剑撞 兴奋地给玄盛加油骨气 还挥洒金币来拉仇恨 这波简直嘲讽拉满 给怪物气的就要去追黄毛 玄盛见状一个旋转跳跃 直接凌空而起戳瞎了怪物的一只眼睛 眼看时机成熟 黄毛立刻放话 让射手和法师上场 牵制着怪物的同时 玄盛在一记海誓蜃楼 在怪物沉浸在美好的幻觉中时 一记旋风五连斩交他重新做人 怪物气得像肉搏 却被玄盛灵活躲过 而不怀好意的队友 此时也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先是辅助说自己的蓝条不够 给玄盛加不上血了 再是法师竟朝着玄盛所在的地方 释放了一记惊雷 事后还说自己打偏了 这下玄盛算是彻底看出来了 没想到 一个不注意 玄盛竟还被怪物给狠狠咬了一口 好在关键时刻 玄盛释放技能 让怪物陷入了五秒的昏厥状态 从兜里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生命药水喝下 瞬间腰不疼了腿不酸了 一口气能上五层楼了 这下不怀好意的三人彻底傻眼 而玄盛也明白了 看那三人这么熟练的策略 就知道他们肯定不止这样做过一两次了 这次他一定要教训下三人 此时 三人却准备破罐破摔 干脆明目张胆地来攻击玄盛好了 却不曾想 所有攻击竟然都被玄盛轻松躲过 尤其是刚才还说梅蓝条的辅助 现在为了杀玄盛竟也放出了技能 实在是太假了 而直到现在没搞清状况的黄毛 还在一边疯狂扣溜呢 最后 三人看着被玄盛消灭的Boss彻底傻眼 可玄盛却没有选择揭穿他们 反而和黄毛一起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夸赞三人 多亏他们大家才能活下来 这对三人来说那可真是彼死了还难受 随着系统传来十秒后 水下洞窟将关闭 大家将会被移动到入口时的提醒 玄盛的脸上渐渐浮出了一抹冷笑 这个奸商竟然主动放弃瓜分打怪掉落下来的道具 玄盛本来还为他有些可惜 结果一扭头 所有好道具都早被另外三个老六拳给选走了 而且他们在发现了玄盛的强大实力后 也是彻底不装了 连最基本的问候都没有 拿起道具转身就走 还好玄盛也不介意 三人看不上的技能书他倒是十分喜欢 这个名为巨杀飞弹的技能 可以把用水做的鲨鱼射向敌人 虽然冷却时间要足足一小时 可这与玄盛之前获得的龙岩技能所配合的话 简直可以直接无视冷却时间随意挥火了 想到这 玄盛已经很满足了 再加上他又多了黄毛这个队友 总的来说这趟组队之旅也是不亏的 结束完狩猎后 玄盛也向黄毛挥手告别 可他显然还没放过那几个之前偷袭过他的队友 于是第二天 玄盛专门来到了三人的出生地附近等待 此时的三人仍死心不改 商量着既然对付不了玄盛 就去找黄毛麻烦 要是能杀死黄毛 抢走他的所有道具 也能卖个几千万 嬉笑间 三人竟同时眼球咒缩 仿佛看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东西 下一秒一阵空灵的声音传出 喜欢在别人背后捅刀子的人 总有一天自己也会被捅死 话音刚握 三人就烟消云散了 仔细一看 原来偷袭他们的正是玄盛 伴随着三位玩家的消亡 玄盛获得了20DP的奖励 此时的玄盛倒是很好奇 要是有机会自己一定要采访下他们 被别人在背后捅刀子是种怎样的感觉 可伴随而来的 却是报应值的增加 看着技能板上的报应值 玄盛感慨到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不过系统却突然传来提示 DP商店增加了新功能 可以选择用DP值来抵消报应值 这可真是天助我眼 玄盛的嘴角露出来一丝邪笑 也就是说现在杀人也没事了 五天后 被杀死的三人再次登陆了游戏 与以往他们坑别人不同 现在他们三人倒是变成了惊弓之鸟 生怕自己再被偷袭 不过他们却觉得上次杀死他们的不像是玄盛 如果玄盛这么厉害的话 肯定在地下城的时候就用了 怎么当初还会挨了怪物一个大逼斗呢 而且玄盛还是他们队伍里等级最低的玩家 连八十级都不到 又会抢到哪里去呢 难道是玄盛的队友吗 不过幸好 群聊里还没有出现爆料 他们是专职坑队友的人 结果话音刚落 啪啪啪三声 三人又被玄盛给打死了 可这次三人身上的道具也掉落一地 虽然报应值增加了300 可用30DP就能全部抵消 这样来说用30DP换三个稀有道具的生意倒是不亏 但玄盛才不是随意伤害队友的人呢 他只会惩罚心术不正的人 另一边 在换在做完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后 终于要把玄盛化名为阿修罗的影片发布了 却没想到 一经发布 阿修罗这个名字竟迅速爆火 短短十分钟 浏览量已达到了惊人的三千万 所有妹子都对阿修罗面具下的那张脸好奇不已 尤其是玄雅 更是缠着哥哥替他去要阿修罗的联系方式 殊不知站在他面前的亲哥哥 竟然就是他的偶像 你想十分钟就拥有百万粉丝吗 这个男人闲着无聊把自己打游戏的视频发到网上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浏览量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三千万 这还没完 玄盛低头一看自己主页的粉丝 彻底吓晕了过去 短短十分钟粉丝量竟也突破了百万 再看热搜 前十个都是关于他的词条 玄盛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竟一夜爆火了 面对妹妹的询问 玄盛只好谎称这个阿修罗是他的好朋友 妹妹瞬间兴奋不已 缠着玄盛就要让他帮忙联络 可另一边 毕恩却在独自一人打怪 面对比他还高的巨型野兽 只见他一个旋转跳跃 竟直接骑到了怪兽的脖子上 在以迅雷不及掩耳道铃铛之势 就给怪兽穿了的红马甲 伴随着怪兽的轰然倒地 毕恩却很是落寞 他觉得自己跟玄盛的实力相迷 那还是差得太远了 想起玄盛 还能把上次玄盛美剪的道具还给他 之后结束任务的毕恩 就朝着中兴广场走去 这才发现 周围的人似乎都在讨论这一个相同的话题 仔细一听 居然说最近游戏里出了未名叫阿修罗的玩家 就连游戏的创始人似乎都认可了阿修罗的实力 将他的视频放在了首页当作宣传 毕恩还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抬头一看 游戏的首页封念上 那个戴着面具的神秘男人 不就是他心心念念的玄盛吗 义恩瞬间脸红不已 决定立刻就去视频里透露出来的威尼亚去见玄盛一面 此时玄雅也立刻上线 找到了工会的会长阿灵 兴奋地告诉阿灵说他哥哥认识阿修罗 还说自己已经拜托了哥哥 让他帮忙询问阿修罗是否愿意加入他们的工会 阿灵一听 立刻站起身来 握住了玄雅的手 拜托他去跟阿修罗带句话 说他们之前是在莱坎洞窟见过的 现在阿灵也很希望阿修罗能加入工会 或者能跟他加个好友见上一面 好让阿灵把上次阿修罗还没捡走的道具还给他 善良的玄雅答应了 回去就找哥哥说了这件事 玄盛此时也终于明白 原来上次自己在莱坎洞窟遇到的姐妹俩 竟然就是玄雅所在工会的会长 可转念一想 这可糟糕了 这也就意味着 义恩和阿灵肯定是知道他叫玄盛了 这要是被玄雅知道不就穿帮了吗 但如果不处理的话 玄盛又是真的很想拿回自己上次掉落的道具 于是玄盛只好暂时哄骗妹妹 说阿修罗是个很怕生的人 所以自己要先去问问他才行 另一边 游戏里的卡林帝国 此时正在谋划着一场盛大的活动 那是所有帝国人民和旅人 都可以公平参加决斗的大赛 只要获胜者 就可以获得国王亲自许诺的一个愿望 可活动正在紧张筹备之中时 威尼亚的东边 众多玩家全都瞪大双眼 看着远方惊恐不已 仔细一看 众多凶猛的怪兽竟宛如丧尸围城般 开始朝着城镇大肆入侵 肆意地啃食着无辜的人类 嘴里还喃喃自语着 要杀掉所有塔纳诺斯的后裔 这个新手玩家刚走进大厅 普通NPC就被吓得掉头就跑 游戏内最顶级的神父 见到他都要弯腰90度居上一躬 神的使者甚至要跪倒扣败 直至头破血流才落下满溢的泪水 这可把其他玩家都看傻了 玄盛也没弄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 要知道平时趾高气昂的神父 可没像现在这样卑微过 众多玩家只好看着 玄盛离去的背影震惊不已 一转眼此时的玄盛 已经被神父带到了内阁 这里是威尼亚万神殿主教的房间 可房间内却发生了奇怪一幕 一位年过半百的老者 正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 伺候着一个刚入坑三天的菜鸟 玄盛也被这一幕整个坐立不安 刚想要离开 突然 远处的墙壁竟被猛地砸穿 玄盛迅速站起还以为受到了攻击 仔细一看 一个顶着一头非主流发型的神官 再见到玄盛的那一瞬间 净痛哭流涕的跪倒在地 不停地给玄盛磕着小头 额头上的鲜血瞬间喷有而出 只见神官一边磕着头 还一边来个自我介绍 说他是专门侍奉塔纳诺斯大人的祭祀 名为利菲乌斯 直到现在玄盛才明白 怪不得刚才大家看到他都是那种反应 原来全都是利菲乌斯给害的 玄盛想要赶紧离开这个尴尬的地方 没想到利菲乌斯却沾上了他 非要跟他一起走 还将他带到了塔纳诺斯的神宫 玄盛只不过对利菲乌斯稍微客气些 对方就受宠若惊地跪倒在地 又开始了才艺展示 每次都要把自己弄到一连血 玄盛想要利菲乌斯暂时冷静下来 好好跟他说说关于塔纳诺斯之神的事情 没想到利菲乌斯也只是知道 塔纳诺斯是众神之中最强的存在 然后就没有了 此时玄盛用一脸看傻子的目光 看向了利菲乌斯 搞得利菲乌斯还以为自己脸上有脏东西 抬手就又给了自己一顿大嘴巴 别说 这人对自己那是真狠啊 玄盛眼看在利菲乌斯的身上 也没有什么收获 只好作罢准备离开 结果身后竟传来了利菲乌斯 收拾行李的声音 等玄盛扭过头一看 好家伙 不知什么时候 利菲乌斯竟早就收拾好了包袱 准备玄盛主人走到哪 他就跟到哪 还说这是使者对他下的命令 一听使者那个欠揍的 玄盛总算明白自己这事又被坑了 不过使者当初说的是 玄盛来的时候 一股邪恶的气息也将会出现 虽然玄盛心里有些不幸 不过看来目前得带着利菲乌斯一起行动才行 说到这 利菲乌斯突然想起来 使者还说过 为了让玄盛更加快速地成长 有人利用了恶龙的力量 导致周边的怪物们也会跟着玄盛蜂拥而至的 玄盛还不明白利菲乌斯到底在说什么 结果打开论坛一看傻眼了 众多怪物竟然真的跟随着他 开始浩浩荡荡地向这里出发了 与此同时 怪物们还触发了紧急任务 守护威尼亚 这倒是让玄盛有点兴奋 赶紧跟利菲乌斯签订契约成了队友 准备一起参加这场工程战 可在看见利菲乌斯等级的那一刻 玄盛惊呆了 这老中二NPC竟然足足高达560级 要知道 现在国服排名第一的玩家 也才360级左右啊 站在他面前的究竟是何方神圣吗 这可能是最高尚的见面礼节了 行跪拜里必须磕头磕到血流不止 一脸猛逼的玄盛稀里糊涂 就收了这个560级的NPC当小弟 要知道国服排名第一的玩家 也只有360级左右 这可把游戏开发组的 女成续元给搞不会了 没想到一个刚入坑三天的玩家 总是不按套路出牌 为此女成续元小敏 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连夜给游戏打补丁 此时的她身体贪软 无助地蜷缩在座椅上 心中还不停地问候着玄盛的家人 现在玄盛已经彻底脱离他们的控制了 连AI都预测不到 这个奇葩玩家的下一步动作会是什么 要是真的让玄盛带着丽菲乌斯 去参加工程战的话 那她至少会升到100级 这下可坏了 因为游戏设定每到100级 玩家就会获得两个技能 一个是被动技能 另一个则是足以被称为绝技的超强技能 尤其是塔纳诺斯的后裔这个职业 更是会很逆天地直接获得两个主动技能 要是到了那个时候 估计全服玩家都不是玄盛的对手了 小敏这样一想 瞬间嘴里的泡面也不香了 她赶紧用软件紧急测算了一下 这才得知 如果玄盛将被死龙蛊惑的怪物全都杀死 至少会升到101级 而且如果是她独自打败BOSS的话 至少还会获得五个任务奖励 以及掉落最好的道具 这下小敏彻底傻眼了 只好放下手中的泡面 一脸悲愤地痛击着键盘 觉得今晚自己是又得连夜打布丁了 另一边 伊恩刚结束了狩猎任务后 也发现大厅发布了守护威尼亚的紧急任务 带着想见到玄盛的愿望 伊恩也主动选择加入了这场工程战 此时的玄盛却带着小弟利菲乌斯 站在悬崖之上欣赏着自己打下的江山 看着远处成群结队的怪物 玄盛淡定地戴上自己的专属面具 身后的利菲乌斯瞬间化身小迷地 疯狂为玄盛打call 直呼主人也太帅了 玄盛扭过头看着利菲乌斯 此时利菲乌斯的脸上慢慢泛起了一丝嘲红 不知道主人接下来会对他做些什么 在一阵面红耳赤后 俩人确定好了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面对浩浩荡荡的怪兽大军 利菲乌斯将玄盛的气息分成了很多份 逐渐散落在丛林后 又突然消失 此时怪兽大军全都慌乱不已 各个分散开来准备去寻找玄盛的踪迹 而玄盛也发现因为死龙的力量 所有的怪物都比平常厉害了不少 现在每一只Boss旗下都有约一百只不下 也就是说这群怪兽大军至少有四五千只怪物 如果让他们就这样进入威尼亚的话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所以玄盛决定替大家降低一下游戏难度 本来他是有一个人消灭整个怪物大军能力的 但这么多经验值和道具也不能他一人独吞 不过几名领头的Boss和精英怪就交给他了 话音刚落 玄盛挑选了只看起来最厉害的野狼 灰太狼和黑蛇大战 谁会是最后赢家 面对宛如丧尸围城的怪物大军 玄盛准备从额头上有包青天同款黄月亮的灰太狼入手 此时的月狼也察觉到了玄盛这家伙的味道 只见玄盛一个从天而降 猛地出现在了月狼面前 紧接着就是一阵魔弹攻击 击退了月狼身边的众多手下 看到这一幕的月狼仰天长笑 发动了狼吼技能 瞬间周围的所有狼怪 能力值就全都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可玄盛却不以为意 这月狼该不会以为只有他有buff吧 话音刚落 玄盛身后忠实的小迷地丽菲乌斯 就为玄盛注入了死神活力buff 让他可以在一小时内 所有能力值都上升百分之五十 月狼虎去一阵 随着一阵乌拉拉的怒吼声响起 双方的战斗正式开始 只见与月狼体型相差悬殊的玄盛 一个快马加鞭直接冲到了月狼的身后 只是轻轻抬起手臂 面前的众多月狼手下就应声而道 此刻月狼终于意识到 这对玄盛而言 或许根本不是一场战斗 而是一场在普通不过的狩猎吧 为了尽可能地不给月狼的身上留下伤口 玄盛准备放弃使用魔弹攻击 只靠手中的剑来狩猎 话音刚落 一把鸣黄黄的宝剑就笔直地刺进了月狼的喉咙 玄盛乘胜追击 释放塔纳诺斯的夜曲 让月狼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临死之前 月狼看着玄盛的脸 那一刻 他终于想起了多年前被猎人支配的恐惧 随着月狼的削减 玄盛获得了众多稀有道具和等级提升 可他却并不满足 只见玄盛对着月狼的尸体 发动了塔纳诺斯的灵魂游戏技能 随后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复活了月狼 还为他加上了所有能力值提升50%的buff 从此之后 月狼就成了玄盛的奴仆 任凭他的差遣 看见这一幕的丽妃乌斯 也觉得主人实在是太帅了 玄盛也很是得意 当然了 狩猎也必须有猎犬开刀才行嘛 于是 玄盛就拥有了月狼这个坐骑 还架着他找到了四大boss之一的黑蛇 看着远处的黑蛇 玄盛觉得有些棘少 虽然黑蛇的强度可能不如 接下来要对付的食人魔和巨大欧客 但蛇毒却很麻烦 没想到 月狼的作用这就来了 面对黑蛇 早已失去理智的月狼 竟开始痛击队友 一口就咬住了黑蛇的七寸 剧烈的疼痛让黑蛇痛苦不已 不甘示弱的他又一个神龙百尾 咬住了月狼命运的后颈伯 眼看欲棒相争 那当然是玄盛得力了 趁着黑蛇被牵制住时 玄盛三步并坐 直接在空中给黑蛇来的剥屠杀 还没反应过来 黑蛇就打了 而他也将迎来四大boss 最厉害的食人魔和巨大欧客 更糟糕的是 这两个boss竟然一起出现了 这个骑着二狼神的男人不是孝天群 而是死神塔纳诺斯的后裔 一向秒天秒地秒空气的 他此刻也有些慌了 眼前的食人魔是这场游戏里的最终boss 别看他长着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防御力却是出奇的高 把玄盛的技能全部无效化 玄盛的大宝剑一挥随即在地上滑出魔阵 紧接着凭空召唤出了一个流星锤 猛地砸向了食人魔 在食人魔被巨大响声吸引了瞬间 玄盛赶紧化身老六 趁其不备给了他致命一击 随后还潇洒转身完美落地 这可彻底惹脑面前的食人魔了 只见他重重地用拳头砸向玄盛的方向 所到之处一片深坑 万幸玄盛又海市蜃楼和梦幻腰带的技能 可以躲避对方的攻击 但自己的主动攻击技能又确实太少 眼看自己没能砸中玄盛 食人魔气地用魔法无效化buff 换成了爆发力上升30%的buff 这倒是正合玄盛的意思 没了魔法无效化的buff保护 玄盛便开始肆无忌惮地使用起魔法了 先是一个巨鲨飞弹 只见无数水弹幻化成巨鲨的形态 猛地冲向了食人魔 食人魔被眼前这一幕吓得连连后退 一边跑还一边挥砍 结果身体多处还是被巨鲨死死地咬住不松口 感觉到疼痛的食人魔 竟直接用手碾碎了攻击他的巨鲨 还将他们狠狠地摔在地上 关键时刻 玄盛再次趁其不备 直接用手中的匕首 戳下了食人魔的一只眼睛 食人魔疼得大叫 系统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随着玄盛对食人魔造成了致命打击 食人魔将失去左眼视力十秒 再加上玄盛发动了塔纳诺斯的噩梦 食人魔将会额外感受到五秒的幻觉与痛苦 此时的食人魔痛苦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 可让玄盛没想到的是 即使食人魔身处幻觉 竟然因努力开始反击 还预判了他的预判 差点将他砸成了肉饼 而后 看着身后纹身而来的怪物们 玄盛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越来越不妙了 危急时刻 巨大欧客竟也来凑热闹 原来刚被他复活的月牢 在面对巨大欧客时又嘎了 这下可麻烦了 无奈之下 玄盛只好想着先减少点怪物的数量 于是发动了塔纳诺斯的夜曲 瞬间 空中闪现无数惊雷 将大家伙视电了的外焦灵难 现在只剩下了食人魔和巨大欧客 可尽管玄盛拼尽全力 既使出了梦幻腰带 来让攻击无效化 又使出了巨杀飞弹选择反击 却还是差点小命不保 现在就连攻击无效化的技能 也只剩下三次了 相比之下 食人魔和巨大欧客竟毫发无伤 玄盛第一次体会到了危机 原本他还以为 自己是拥有能将所有敌人 全部杀光的本事 没想到 最后他竟然成了主动送上门的猎物 虽然他全力一搏或许有获胜的可能 但有偶像包袱的他 却只想在自己的影片中 呈现出对怪物们的压倒性胜利 再三纠结之下 玄盛决定使出自己的杀手锏 只见他低语着 发动了塔纳诺斯的清醒梦 那可是一旦发动就将 这个男人出道即是巅峰 刚进入游戏就获得了神机职业 不仅如此 男人每杀死一个怪物 就能将其再度复活成为自己的奴仆 面对巨大欧客和食人魔的前后夹击 追求最完美效果的玄盛 不得已发动了杀手锏塔纳诺斯的清醒梦 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分钟内 玄盛进入了无敌状态 他可以无视一切技能的冷却时间 可代价却是在用完这项技能的十天内 他的防御力将彻底归零 不过玄盛却很有信心 看着眼前这两个不太聪明的buff 一分钟已经足够了 只见玄盛率先发动了狂战士之歌 不仅在塔纳诺斯的清醒梦上 能无视所有伤害 还获得了移动速度和攻击力 全都上升50%的加成 瞬间无数铁链从玄盛的四周喷油而出 冲向了面前的怪物 然而这一举动 也彻底激怒了对面的怪物buff 可还没来得及反击 玄盛早已在鲨鱼飞弹的掩护下 来到了巨大欧客的面前 使出了旋风五连斩 随着玄盛率气落地 身后的欧客却是皮开肉绽 这还没完 玄盛还使触摸弹砖打欧客的眼睛 在对方陷入失明时 又分身去对付食人魔 眼看食人魔的巨大流星锤 和自己擦肩而过 玄盛心里慌得一批 可他努力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一个翻身直接骑在了食人魔的背上 随着塔纳诺斯的夜曲降临 玄盛出色地完成了一波分头行动 做完这一切的玄盛很是得意 最后还不忘在杀人猪心般地将食人魔复活 让他成为自己的奴隶 此时 暂时陷入失明的巨大欧客 也终于缓过身来 怒目远征地瞪着玄盛 口中还怒吼着 去死吧 塔纳诺斯的后裔 结果话音刚落 就被当成为玄盛小弟的食人魔给顶飞了 可欧客却还不打算放弃 先是使出脚镣禁锢住了玄盛 再让玄盛的梦幻腰带彻底失效 紧接着欧客使出可伸缩手臂 猛地就将玄盛砸进了深坑中 蝉也缠不起来 还以为玄盛必死无疑了 现在欧客将目光投向了丽妃乌斯所在的地方 正当他得意时 突然看到了还被控制着的食人魔 难道玄盛还没死 刚说完 玄盛两眼冒血的又从深坑里爬出来了 欧客彻底傻眼 直呼这不可能 一旁的丽妃乌斯却一脸看戏的模样 觉得这欧客实在是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而再次出现的玄盛力量竟然更强了 直接一刀将巨大欧客给顺秒了 再杀死两个大爆头 玄盛获得了无数珍贵的道具 不过他却开始复盘 如果刚才自己能在塔曼诺斯夜区披下的惊雷瞬间 对欧客造成致命打击的话 说不定还能获得DP值得 真是失策 不过更糟糕的是 临防御的玄盛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个神级职业玩家的防御力竟然未灵 因为他剪刀剧剪到了手软 此时无数要报仇的怪物团团将他围住 正当玄盛不知该怎么办时 天空一声巨响 义恩闪亮登场 释放惊雷将所有怪物天塌地线一顿锤 可见到义恩的第一眼 丽妃乌斯就像打翻了醋坛子 一副你要来和我抢男人的表情 讽刺义恩这个侍奉天空之神的圣骑士来这里干嘛 瞬间就被看穿的义恩小脸通红 不明白眼前这个沙马特是怎么看出自己职业的 感受到主人在瞪自己 丽妃乌斯立马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连忙向玄盛道歉 不过义恩却说他来找玄盛并没有什么恶意 而是来给他送还道具 此时玄盛的大脑飞速运转 他还不想让义恩和阿玲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否则在妹妹面前也会报 不过义恩自己一个人是怎么找到他的呢 义恩连忙解释道 自己是看了玄盛发布在网上的阿修罗影片 上面显示他在维尼亚 所以自己才会来这附近找他 这个解释让玄盛很满意 至少现在自己的身份还没有报名 话音刚落 众多怪兽大军竟再度来袭 一起冲向了三人 眼看敌方数量实在太多 玄盛提议大家36G走为上级 还是尽快杀出一条血路离开这里才行 不一会儿 三人就暂时来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玄盛主动约一恩去咖啡厅一讯 电灯泡丽菲乌斯却非要跟着去 无奈之下 玄盛只好细经上身 悄咪咪的故意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 在丽菲乌斯的耳边说道 组织要交给他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代替他去万神殿一趟 找到任务里提到的第二个痕迹 还特意说这任务只有丽菲乌斯才能做到 这给丽菲乌斯高兴的 还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主人的信任 屁颠屁颠的就去做任务了 望着丽菲乌斯离去的背影 玄盛别提多高兴了 这下自己终于能和一恩单独相处了 究竟这对孤男寡女会在游戏里干出什么呢 此时的玄盛已经开好了房间 这个小伙一边泡妞还能一边赚钱 轻轻松松日入过万家利三千 如此失业爱情双丰收的职业你是否羡慕 只见玄盛把一恩先是带到了私人咖啡馆 暧昧的气氛逐渐升温 修红脸的一恩率先开口 将之前玄盛没来得及拿走的道具还给了他 还赶紧解释自己只是为了给他送道具 并没有别的意思 可刚解释完 空气突然陷入了尴尬之中 这好像有点越描越黑的意思 玄盛立刻替一恩解围 表示自己并没有误会 这下又轮到一恩有些失望了 可看着一恩送来给自己的道具里 虽然有技能书和箭矢 玄盛又陷入了学霸模式 开始分析起这把大宝剑 竟然正好可以抵消攻击力减少50%这个缺点 真是来得太是时候了 而那个技能书也正好是玄盛最需要的闪避技能 等全都装备完毕后 玄盛这才想起了还尴尬的坐在对面的一恩 他拜托一恩帮自己保守 他是阿修罗这个秘密 不要将其告诉玄雅和阿灵 因为阿灵的工会中有他认识的朋友 自以为和男神有了共同秘密的一恩兴奋不已 忍不住老脸一红 赶紧答应了玄盛的请求 可心里却吃起醋来 姐姐的工会只有七个人 其中只有两个是男生 剩下的都是女人 难道玄盛的朋友竟然是个女人吗 一恩有些担心 可面前的玄盛却满脑子想着要赶紧去交外 试试自己的剑和新技能才行 于是主动起身向一恩告别 一恩有些失望 本来他还想跟玄盛再单独相处一会儿呢 不过加好友的请求他总不能拒绝了吧 只见一恩猛地站起身来 结结巴巴地请求玄盛加他好友 还以为自己会被拒绝 没想到玄盛竟然同意了他的请求 还说以后有时间会组队跟他一起狩猎 这幸福来得也太突然了 只见玄盛走后很久 一恩还傻傻地沉浸在幸福之中 可另一边 终于能够独处的玄盛 这才放下所有戒心开始处理自己这几天获得的装备 但仔细一看 自己的欧气怎么没有了 获得的全是些低级素材 不过好在他拿到了闪避和美梦技能 尤其是这个美梦技能 竟然每十分钟就会恢复百分之一的生命值 这样的话 自己只要睡觉 再将梦游技能和美梦技能结合起来 岂不是无敌了 要说玄盛这心态也是真好 在别人看来没用的美梦技能 到了他这里竟摇身一变简直堪比传说级技能了 再看那把再普通不过的简 到了玄盛这里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这运气好的 让玄盛觉得简直用光了自己所有的欧气 看来今天是不能出门了 否则可能会有飞来横祸的 可祸不单行的一幕发生了 这个男人居然有一个会睡觉的技能 因为他睡觉时总戴面具 一夜之间竟成为了百万粉丝博主 但是他的幕后团队可谓忙得一批 瞬间公司的电话就被打爆 所有媒体都争相发出邀约 想要采访这个入坑三天就逆袭国服第一的神秘男子 不仅是采访 各大奢侈品代言也都对玄盛抛出了橄榄枝 只要他愿意 任何条件品牌都能答应 这谁听了不心动啊 小助理是忙得团团转 身为挖掘玄盛做博主的博乐宰欢 也是兴奋不已 原本他那个即将倒闭的小公司 现在竟靠着玄盛一度爆火 忙不过来的他已经决定大幅扩招 还要成立专门的客服中心来服务玄盛 不过作为最核心的玄盛影片 载欢却提出要亲自保管 刚对公司里的员工下达完指令 载欢就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从电话里 载欢竟然得知了一个让他无比震惊的情报 以至于刚挂断电话 他就立刻打电话给玄盛 告诉了他游戏NPC将要举办帝国决斗大会这件事 得到消息后的玄盛也很惊讶 据说 比赛会把参赛者按照等级分类 统一调整大家的能力值 说到这 载欢不由的问起玄盛现在多少级了 在听到玄盛回答到他已经94级时 载欢不由的虎区一阵 明明前几天玄盛才只有五十几级啊 载欢立刻让玄盛停止升级 因为到时候比赛是会按照等级分组的 高等级自然会匹配到厉害的人 玄盛邪媚一笑 这点俩人倒是想到一起去了 不过这样搞 根据新手区炸鱼有什么区别啊 话说回来 载欢问起玄盛的下一部影片准备好了没 其实玄盛早就准备好了 可他现在却有点纠结 他手里有两部影片 一部是对抗BOSS副本的影片 一部是刚刚杀死怪物军团四大怪兽BOSS的影片 一听怪物军团 载欢愣住了 不会就是攻击威尼亚的那些怪物吧 玄盛一脸无所谓的承认了 还说就连威尼亚会被攻击 也都是因为他 这话可把载欢的所有员工都吓了一跳 可载欢却秀出了商机 守护威尼亚这个紧急任务可是个热门话题 要是现在拿来炒作 玄盛肯定会再度爆火的 到时候他们公司也会创下新的辉煌 于是载欢立刻更改任务 让大家通宵也要将影片剪辑出来 这个瘫痪了20年的妹妹竟突然站了起来 却把亲哥哥吓得要死 哥哥本是千万级粉丝的大网红 在电话叙述着自己是如何轻松杀死四只顶级BOSS 载欢和他的职员都彻底惊呆 于是他们立刻改变原定计划 就算熬夜也要将玄盛单挑四只BOSS视频连夜剪出 此时 游戏内的世界一片混乱 游戏外的玄盛和妹妹悬崖 却像两个没事人一样 高高兴兴地来到了电影院看电影 看着妹妹开心的笑容 玄盛很是欣慰 距离他们上次一起来看电影 都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他很庆幸虽然妹妹成了残疾人 却还是如此的开朗 不过如果可能的话 玄盛还是希望终有一天 自己的妹妹能够重新站起来 最好能去上大学 也许是感受到了哥哥慈爱的目光 玄雅决定给哥哥一个惊喜 他明白 哥哥肯定会为了自己还没法走路的事情担心 于是准备吃完饭就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没想到 玄盛在看见妹妹站起来后 直接被吓吐了 之后更是结结巴巴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妹妹还以为哥哥肯定会很惊喜呢 结果是个惊吓 玄盛很生气 他不满妹妹竟然早就能站起来 却还瞒着他 看着哥哥暴跳如雷的样子 玄雅明显被吓到了 他老老实实地交代 自己在三个月前就已经能走路了 之所以到现在才告诉哥哥 是希望能在完全康复之后 玄盛很快冷静下来 毕竟这对他们俩来说也算是个好事 可他更在意的 是妹妹的学业 之前因为那场车祸 玄雅连初中都没上完就被迫休学 现在按照玄雅的年龄来说 也该到了上大学的年纪 一听上大学 玄雅震惊不已 他还从没想过上大学的事 但玄盛却却妹妹 只有上大学 他才能和同龄人交朋友 过本该属于他的人生 一旦开始步入社会 开始工作后 他就找不到同龄的朋友了 这倒是让玄雅有些心动 不过玄雅却有一个条件 让他上大学也可以 玄盛必须陪他一起去 他想让哥哥也陪自己一起去念大学 另一边 游戏里的威尼亚中 东城墙那边突然传来奇怪的响声 仔细一看 竟是众多怪物军团来袭 而为首的却是之前被玄盛打败的月狼 眼看他们即将翻过城墙 玩家们慌乱不已 可还没来得及逃走 就被一跃而起的月狼 给扑倒在地疯狂撕咬着 宁静的夜空 也被人们此起彼伏的求救声划破 有侍卫还想让手下分组攻击 可话音刚落 就被凶猛的月狼扑倒 玩家们看到这一幕 也彻底慌了神 赶紧使出十八般武艺 拿出各种武器 对准了面前的怪物军团 没想到 物理攻击是暂时抵抗住 可再一看 怪物军团里竟然还有会喷发毒物的巨蛇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救物吸毒物 被整的口吐白沫当场昏厥 有惊艳的玩家 赶紧大声呼喊着 请求辅助圣职人员前来帮忙解毒 可大家早已应接不暇 这些毒蛇的毒液 在受到了BOSS的召唤后 变得比平时更毒了 然而更让大家细思极恐的是 BOSS心一直都没有出现 好不容易熬到了太阳升起 玩家们还以为危机终于解除了 却没想到 远方的城墙上 竟站满了众多比墙还高的怪物 那一天 人们终于想起了被怪物支配的恐惧 妹妹着急咬醒了正在熟睡的哥哥 因为家里发生了大事情 电视里正播出着自己偶像的打怪视频 但妹妹不知道自己的偶像就是眼前的哥哥 电视中阿修罗行云流水的高级操作 怎么看也至少是传说级的职业 看着妹妹对自己的夸赞 玄圣也很开心 他也没想到 自己的影片竟然会上电视 而且电视台还专门请来了知名人士 来评价阿修罗的操作 首先是长相甜美的人气偶像智秀 他很欣赏阿修罗 说每次看阿修罗的影片 都会忍不住赞叹 然而这一观点 却遭到了国服排名第450位的火焰魔法师炮轰 觉得阿修罗根本就没大家吹得那么厉害 而且他的等级肯定已经超过150级了 但拯救威尼亚这个紧急任务 却是从昨天才开始的 任务还规定只有100到150级的玩家可以参与 这也就是说 火焰魔法师认为阿修罗是在钻漏洞 很卑鄙地独吞了所有boss的经验值 才会导致现在威尼亚的玩家快要死了 一听这话 玄盛激动起来 什么? 威尼亚的玩家竟然都快死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电视台里另一位玩家补充道 现在的威尼亚简直宛如人间炼狱 月狼和巨型蛇群 还有强大的食人魔和巨大欧客 全都一起出现了 搞得大家束手无策 这让玄盛有些自责 他原本以为自己只要杀死了四只boss 剩下的怪物们就会变弱 没想到情况竟然会变得这么严重 想到这 玄盛立刻假借回去补教的名义 回到了房间 准备扭转局势 而现在 众多玩家也都祈祷着阿修罗的身影 只有他出现 才能拯救威尼亚 突然 电视台得到一个紧急消息 有玩家声称阿修罗已经出现在了威尼亚 这可真是个让人振奋的好消息啊 玄雅看见这一幕也激动不已 据电视台最前线的记者报道 此时威尼亚的东城墙附近在经历了四次战斗后 早已变成了一堆废墟 可驻守在这里的玩家 却久久不愿散去 人群中开始呐喊 即使粉身碎骨 也要守护这座属于他们的城市 随着一声激动人心的守护威尼亚 所有的玩家再次投入到了战斗之中 就在这时天降惊雷 而从滚滚浓烟中走出的 竟是神之人袁一恩 只见他仰天长笑一声天空之法 瞬间无数把金黄色的大宝剑 就从天而降痛击着怪物 有了神之人袁的加入 玩家们也更有动力了 他们拼命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可究竟 玄圣什么时候才会登场呢 这个男人只因在游戏中睡够了一万小时 竟意外转职成了睡神的后裔 从此便拥有了只要睡觉 就能躺着发动梦游攻击的bug机技能 然而现在的威尼亚却乱作一团 可这一切都拜玄圣所赐 本来玄圣还以为自己只要杀掉几个boss 剩下的小怪兽们实力就会大减 不料这更加激怒了小怪兽们 要为老大报仇的决心 面对势如潮水的众多怪物 易恩也罕见败下阵来 就在他闭上眼睛 准备迎接游戏内第一次死亡到来时 天空一声巨响 玄圣闪亮登场 所到之处那是寸草不生 易恩刚想叫出玄圣的名字 却突然发现 这次的玄圣好像有点不一样 脸上的面具竟从黑色变成了白色 这简直更帅了 可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操作还在后面 只听玄圣小声嘟囔了一句美梦 瞬间周围的一圈怪物们 就发出了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然而就在怪物们陷入痛苦的幻觉之中时 玄圣一个旋风展就横扫一片 而此时 由于玄圣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 Bug及技能塔纳诺斯的梦游也彻底发动 但这次却有些不一样 真正的玄圣竟变成了观战视角 开始远程观察着自己身体 在梦游状态下的一举一动 这倒是一次非常新奇的体验 而AI也在尽力模仿着玄圣的人物性格 所以才会在刚刚就下了一眼 不过梦游状态下的玄圣简直更加厉害 竟然能一次性放出众多铁链 怪物们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全都被削减了 看到这一幕的其他玩家全都振奋不已 可成群结队的怪物们却更加恼火了 嘴里全都大喊着要杀死玄圣 情况如此危急的情况下 一人却被玄圣刚才英雄救美的举动 给彻底迷住了 只见他小脸通红 决定和玄圣一起加入战斗 此时真正观战的玄圣心里简直慌的一批 看着AI这一顿操作猛如虎 他是多怕自己会升到一百级 没想到 偏偏怕什么来什么 面对巨大精英怪的攻击 AI直接一跃而起 狠狠咬住了精英怪的眼睛 再附加一通天降惊雷 最后还不忘杀人诛心 将已经死了的巨大精英怪再次复活 变成了自己的小弟 普通玩家看见玄圣的这一顿操作 简直被吓傻了 他们还只是在影片里 看到过玄圣复活boss的样子 在现场这还是第一次看见 足以证明场面之震撼 而怪兽们看着刚才还是自己首领的精英怪 现在竟扭头看向了他们时 也都瞬间秒锁 玩家们看到这一幕 赶紧乘胜追击 再次爆发了守卫家园的决心 大喊着我们要战斗 随后 众多举起武器的玩家们也加入了战场 替玄圣开始消灭一些小喽啰们 此时 在AI控制下的玄圣 却一跃而起来到了另一只精英怪的面前 一顿挥坎给怪物来了的分头行动 随着玄圣的帅气落地 系统也传来了众多等级提升的消息 可眼看自己即将升到100级 观战视角里的玄圣却是慌的一批 大喊呀麻爹 这样下去的话 他可是会被取消电竞选手资格的呀